大家稍等,我测试一下,感谢大家的这个准时来,今天我还晚了几分钟,这个主要是每次两个摄像头,我要保持这个让家长能够看到一个正常的,因为本来我的脸就不正,虽然我们不是靠这个靠脸混,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油管,这家长每次我都觉得效果不好,大家稍等,我把我的这个,我看看油管这边家长效果怎么样,咱们这个微信特别好,能调很多这种可以customize的东西,但是 油管好像不太关心这个这个用户体验,他都无所谓 OK,我现在看到了,还可以,油管现在脸是正的,但是 OK,偏了 感谢大家内心等待啊,每次都要让大家在这边忍耐啊,我一开始咱们先老老早来的家长呢,我会我以后调整一下方案,我觉得刚来的家长呢,不能说是呃,只是打打给大家回答几个问题啊 呃,今天主题我会一会给大家讲,但是我会给把这个周,大家比较应该关注的一些教育方面的新闻,给大家做一个汇总哈,以后就是呃,每天呃,以后就是呃,呃,每天 刚才等一下啊,呃,以后就,因为这个周有几个新闻还是比较不错的哈,一个呢,就是说有一位特别有钱的老太太九十多岁,他给那个,那个爱因斯坦,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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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爱因斯坦,那个医学院没听过哈,那当然美国很多医学院,几百个医学院里边,你不可能都听过,是捐了十亿美元的,之后,从今年开始的所有的学生,呃,他就免学费,大家记得是免学费啊,不是免生活费啊, 那这也很大一笔,医学院的学费本身呢,他是大头,但是呢,好像没有到八万这么高,应该是我当时看过是七万六七万左右,他其他费用很高,所以学大费各方面非常高,最早宣布这个消息呢,是这个呃,纽约大学,纽约大学当时也是个特,也是个大土豪啊,富豪,他也是那么捐钱,所以这两年,我觉得越来越多的这个,呃,这些社会确实非常有资源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呃,鼓励这些年轻人去努力追逐这些,我觉得我依然觉得哈,虽然大部分 学生不学医啊,我依然觉得学医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啊,学医学制药,直接帮助人类去呃,提高生活质量啊,去减少疾病的痛苦,呃,我是觉得学金融的少一点,学计算机的少一点,这些里边出一些研究研究这个生物化学啊,但是说话,但是说话不要疼啊,钱不是我套,钱都是在座家长套,所以这个要评估啊,我是觉得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就是上个礼拜,咱们发了一个文章啊,这个美国十大最有前途的这个职业, 是根据海量数据啊,是印第的全球最大的网站,每个月有3.5亿个用户,他们的数据里边证明啊,呃,十个最有前景的是增长最快啊,薪资最高都是七万五以上的工作,那其中里边前十呢有好多,它实际上就是医疗相关的,那大家要理解啊,就是出着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这个,一个必然趋势,呃,据说呢,咱们国内今年去年出生人口只有680万吧,还多少人,具体数的我记不清啊,这个就是非常恐怖,而且另外一个新闻,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大家能想到, 就是和我刚才说的这个出生人口有直接关系的是什么呢,呃,这个专业,清华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专业应该是没了,如果没有记错,清华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这是我早上在一个非教育类的,呃,这个网站上看到的,我给大家确认一下这个新闻啊,我,我怕这个弄的不对啊,大家说等一下啊,呃,我给大家确认一下这个新闻啊,为大家想土木工程和建筑啊,当然建筑是另外一个,土木工程最直接的就是房地产,房地产是和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有直接关系的, 这种增长的分两种,一个是自然增长,自然生育人口,平均生育率在2.1以上这个国家的人口就会正增长,2.1以下的话,他人口又逐渐减少,即使老龄化,大家的数据越来越长,但是耐不住在美国的这个二战后的baby boomer和国内的60后为处啊,就在座的很多家长,呃,有些家长是60后,那我们父母这一代,80后的父母往往都是60后,那他们这一批呢,就是出生人口技术最大的,所以呢,呃,土木工程,大家像清华的土木啊,这个,这个都会取消, 这个是多么吓人的一个,呃,一个现象,但是这个呢,我觉得没必要吓人,在这种大趋势面前,我们什么都是浮云啊,美国的话,另外一个,美国中比较明显的,我们这个时候发的另外一篇文章,在群里边家长肯定都看到了,我们讲就是说,我们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大学生,他将来的话是不充分就业,美国就业分两个数据啊,一个是就业率,失业率啊,这个比较直观啊,你的就业数据,失业率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充分就业率和非充分就业率,什么叫非充分就业率啊,就是你当你学的是经济专业,但你从 同事的工作和你本专业没有关系的时候,那你就要非充分就业,那也就一直意味着你大学四年的时间,金钱啊,你的青春,青春可能没有浪费啊,这个你毕竟经历了很多,但是你的这个,呃,你的你的这个学位是白读了,大家想想啊,机会成本啊,你这四年如果不去读书,你把这钱放在这个美国的美股的SP500,这个指数基金,你挣多少钱,对吧,从投资的角度,你的时间成本是多少,在美国没有人把大学当成一个多么高大上的东西,更多的是一个投入产出比,所以老美是比较实惠的啊,就是,这点我觉得老美就是他非常务实,他就大学 他不太高虚的,他首先关注的是多少钱,他投的成本多少,啊,国内的家长的话,也越来越务实,这点我是非常喜欢啊,看到这个现象,因为,呃,过去很多人会认为大学是一个,哎,是一个体面啊,这个这个,呃,这个什么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在过去短短的几年,这个,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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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态,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家长越来越务实啊,学老美啊,老美人家,你花钱来美国年大学,或者来美国本土的家长,华人家长,你都在美国了啊,就学点务实的, 就是别的不说啊,理想啊,这边的这个社交啊,周围的环境,温度啊,气候啊,和周边的这个呢,都是次要最主要的,你要看看这个学校,他的毕业生的这个发展数据啊,数据怎么样,啊,我给大家看看啊,啊,我看看这家长说是误传,我看看啊,OK,等会儿啊,新增专业,OK,停招专业,OK,这感谢这家长的认同啊,这个家长随意行动,感谢这个家长的这个这个这个更正啊,他这么说的啊,给大家 给大家念一下,虽然美国家长呢,但是清华大学你们肯定听过,给大家念一下这这段啊,这个新闻呢,是比较短的一个新闻啊,我是在另外一个非教育媒体里边,他说清华大学2023到2024学年啊,专业设置,新增专业停招专业名单,新增专业91个啊,呃,新增专业包括哪些教育学,体育教育,地球系统啊,停招的专业,停招的啊,土木工程,水利水电,水利科学与工程,工程专 交通业,交通工程,微电子系统工程,巴拉巴一堆啊,会计也停招了,新闻也停招了,政治学和行政学停招,政治学行政学提交,停招是非常合理的,大家都懂啊,会计学停招我是没想到,然后呢,其中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及工程管理专业,以合并使用,到土木水利海洋工程,大类专业名称,大家想想,他就等于并到一个大专业里边,把水利啊,土木都合到了一个,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好多年搞的那个国家占领什么大基建啊,这个就没了,就不搞国家建设了,我觉得这和经济增速有很大关系,和人口,所以在很多家长呢,这是国内啊,你回国发展可能看这些东西,呃,会计也没了啊,对,这清华大学,大家想清华大学,呃,所有的家长,中国美国家长,没有人不知道清北的,清华北大,对吧,这两个,呃,而且清华往往放在前面,对吧,这就是非常神奇的一个现象啊,为什么清华放在前面啊,呃,而清华也是最近出了不少 这个负面的这个新闻啊,你举例的这个硅谷的沙漆案,硅谷的沙漆案,那家人的房子呢,上面写的就是,呃,714,你但凡是正常的,这个皇上家长,中国人你去买房的话,你你你不觉得各有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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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牌号,714,对吧,然后呢,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朱令案啊,大家知道这个朱令偷渡这个事儿,呃,我小的时候看过,没想到这个这个人真的是去世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啊,我最近也在看之前央视的一个记者的一个报道啊,我受了很大的这个震撼啊,觉得科学家真的是非常伟大,他们不受主观, 情绪的影响啊,用自己的客观证据去证明,从一个头发里边来来评估,这个受害人是用了多长时间,多多而频次的被人给偷渡,所以大家可以有空看看啊,能开网门的家长可以看看,以前央视的一个主持人啊,现在有那个专门的一个访谈,采访了一位这个生物学家,呃,这前面说的比较多啊,咱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普娃啊,是普娃如何申请,这绕得有点约而远啊,因为刚开播的时候,很多是咱们呃,微信的家长都不是外人,所以我可以聊的比较多一些啊,OK,哦,是辅修专业停照, 不是主意专业停照,OK,OK,好,这个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在做家长,国内家长,你们是比较了解的啊,比较内情的啊,但是有一点事实是要确认的啊,呃,很,就是现在你看,大家要,如果比较了解的话,我觉得国内土木第一的专业应该是同济大学的土木专业,那这个专业都很难就业,呃,这个,恒大已经破产,然后呢,碧桂园的话,据说现在也在这个破产的这个过程中,大家都不知道,经济方面不是专家,虽然我本科是学经济的啊,但是呢,我看的是教育,就是说, 在做的家长,你们很多家长呢,你的想法是孩子回国啊,这个将来出国度个金,回国之后怎么发展,我个人感觉啊,短时间没有看到国内这个人口净增长,或者经济有非常,呃,明确的这种,呃,稳健增长的点,这种消息,你比如例的啊,08年,咱们搞奥运会的时候,那时候开放,你能看到很多外商,这个外资进来啊,整个,整个姿态来讲,呃,大家都会觉得中国充满了机会,对吧,我们有廉价的劳动力啊,有非常广阔的市场,也实践证明了,中国培养了, 全世界最大的一批中产,呃,在过去年经好多,1817年之前嘛,呃,大家想想我出国那年是2009年,08到18年,是出国的黄金十年,中国引领全世界的留学生在美国最多的,大家想美国留学一直是比较贵的, 引领过这些出国,就是美国的国际学生,呃,领头国家的这个变化,充分代表了,在不同时代和美国去竞争老二的,这个这个这个经济体,呃,中国之前啊,我不确定,顺序我给大家说一下啊,顺序我不知道,但是过去的几十年,留学生最多的国家,留学美国最多的国家,曾经有伊朗,曾经有这个中国台湾地区,呃, 呃,有日本,日本就是他在,呃,地产泡沫的时候,啊,他最最火爆的时候,但是日本经过了几十年,终于这个股票回到了这个原点,所以大家要看为啥,呃,我觉得虽然这些是大的条件,但是呢,对于咱们个体来讲,孩子就业的机会,如果一个大的市场,就业机会比较艰难的话,比较内卷的话,那往往孩子的个体努力,不会对他的这个前途发展有很大的帮助,而在一个就业机会比较多的市场,孩子个体努力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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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加拿大这个周末呢,上周末,我们团队团建啊,好多年就疫情嘛,我们也没法碰面,那我和我们的同事啊,就沟通了一下,我们同事呢,呃,呃,我们就讨论一些,呃,和生活相关的啊,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个加拿大为什么呢,特别喜欢啊,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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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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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国内的输入来证明 而在美国这个路已经堵死了 用国内输入证明的话 这个是比较难的 所以呢 他的利息是跟着美国走 然后他的房产税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美国的持有房产税 是特别高的 所以导致加拿大的房价很高 而那些底层老百姓 就是那些新移民 你去加油站 去一些超市 最低工资保障的那些 都是一些新移民 所以我们当时举一个例子 说在加拿大温哥华 吃一个这么大的肉夹馍 像我这种成年男性 比较能吃的 到我在加州 我在西雅图 我在凤凰城这三个地方 吃肉夹馍 这么点的 小个一半 我吃两个都不见得饱 而且肉的话 不是那种特别好的那种 那个什么肘子肉之类的 就是明显偷工减料 就是卡斯科买的那种肉 剁不都给放了 这么大一个 加州西雅图 凤凰城基本上都在 七八美元一个 七八美元一个 吃不饱 所以你从这个食物这一点上 都是中餐 差别特别大 加拿大便宜是因为 它有好多移民 非法的 不合法的 它都有大量的 这种免费劳动力 而它顶层那边 收入特别高 那加拿大的问题 就比较严重 它的房子 所以为什么 它今年减少了 30%多的留学生的 这个名额 因为它认为 是留学生来带动了 周边的房价和租金 但是话也说回来 在座家长呢 只要他没说不让咱来 谢谢沐金老师 只要他没说不要来 在座家长 我还是鼓励 如果你们的孩子 真的是想留在北美工作的话 那加拿大肯定比美国要强 比美国是一定要强 几乎要多 因为它就是一个 需要大量的移民 去给它去提供 这种比较廉价的劳动力 你也可以做白领 白领的话税就比较高 那加拿大的税是非常高的 那加拿大为什么房价那么贵呢 因为它吸引来的 很多有钱人 它压根就不是靠工资过活的 而加拿大 它是一个 只有人口几千万的国家 就居住在那几个大的城市里边 这几个城市非常容易 把这个房子给炒起来 为什么 它的存量市场太小 而美国比较难 加州太贵 德州举个例子 奥斯汀太贵 我去休斯顿 休斯顿便宜 休斯顿不行 我去郊区 所以它有路退路可退 而在加拿大 它没有 那加拿大有点像哪 大家想像不像中国 贝尔多 贝尔多 大家想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 我当时去广州签证 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的移民签证 广州我住在一个叫什么 还忘了 珠江 珠江叫什么 我忘了一个什么什么 就是这个珠江里边有个小岛 它里边住了好多豪宅 当时我们住在那附近那个区 五阳新城那块 广州的五阳新城那块 那当时我就去常博 晚上我就在六湾 就是一个非常破旧的小区 那当然楼很高 晚上大家就逛 因为广州的夏天很热 那么破的房子 你就看了十几万一平 那是2019年 不对 那是我出现 我想不是2019年 2021年 疫情就是刚放开一些 2021年就 大概是十几万 十几万一平 而广州本地人的工资 它就没有那么高的 没有那么高的 但是房价长得非常吓人 但是年轻人又跑到大城市 在座很多家长的海归 可能你们不是一线城市 但是海归的孩子 大部分他会把机会放在上海 上海首选 北京啊 甚至这些城市 因为他们的学位 在那任何度可比较高 你拿着一个美国学历 你跑到一个县级市 或者是一个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它没有太大的价值 因为那边的话 大概率它不太认这东西 所以在座家长 我知道大部分家长 你们是考虑 你们是美国本土的 包括海外的 我只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前提 就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两年 我发现越来越多 我们的家长 和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 更多的是偏专业 偏就业 而不是过去 大家专注于排名各方面 我觉得这个现象 和咱们现在所有的 我们讲的中国 加拿大 美国这三国家 面临的问题 贫富差距大 贫富差距大的话 这个就会有很多社会矛盾 社会矛盾 就是这就是个最大的问题 年轻人是不满的 因为等他们毕业就业 要买房 要自己去生活的时候 他发现生活成本太高了 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 好给大家看这个文章 油管家长可能看不到 我给咱们微信的家长 看一个文章 就是我们给大家看 今天我们主题还没有到 我先前面给大家铺垫的比较多 于今天这是给大家放的一些东西 因为今天正好有几个新闻 我是觉得挺有感触 大家看 这是我们在华尔街日报 用那篇文章做了一些转译 然后这个文章叫 大数据证明 这一千多万份的 这个人的职业 职业发展路径 你会发现 专业比大学重要的多 就是有百分之五十多的人 他毕业之后 五年十年 是不充分就业的 也就是大学 大学的时候 他要么就选错了专业 要么他就是 学的专业有问题 他不擅长 他有可能是选错了 时代发展不符合 那有可能是他不擅长学 结果他就没有学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文章 这文章非常有意思 再次强调了专业比大学更重要 那我们在申请的时候 回到我们的本职 我们帮很多在座的家长 孩子做大学申请 也有我们签计的家长 有些家长是在观望 那我们也会强调 你申请某一大学历 很多家长非常喜欢加州大学 觉得名气高 排名高 历史悠久 而且又在硅谷 而且呢 就是申请全家统 一个申请呢 带九个学校 都想去 但是呢 很多家长就会误解 你看一些数据 我们也会提供数据 我们数据细化到什么程度 加州本周的学生申请人 他的这个录取的录取率 各位说 UCLUC博克率都是各位说 州外的申请人 录取率也很低 国际学程申请人 就从美国本土之外的地方 申请UC也是各位说 但是啊 这点完全是一个 有一定 就是他有一定的参考性 但是呢 很多家长 你会意识到一个问题啊 你们家孩子申请 伯克利的生物专业 计算机专业 和经文专业 包括中文 中文不知道有没有 Asian Study肯定有啊 你觉得他的录取难度是差 10%还是100% 所以他要理解啊 我今天我刚才给大家放的文章 专业比大学重要 是在就业 未来就业这么多年的话 最终数据里边时间证明的 专业对于将来就业更关键 申请是一样的 再做加上 如果你的目标是美国 我就不说前二十前三十 如果你的目标是美国前五十的大学 但凡这个大学里边 有一些专业是在专业排名前二十的 你一定要注意一个 一个一个关键的 也不叫细节了 要注意一个一个事实 大同样的大学 不同的专业录取率的差距是非常的大 啊 美国大学里边 为数不多公布 学院之间录取率排名的 不是排名 录取率差别的 有几个大家罗列一样 康奈尔大学 他一直坚持公布不同学院 大家知道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吗 康奈尔大学的文理学院 他最大那个学院 就是大部分专业在那里边 也有CS啊 也有什么社会学啊 历史啊 就都有 都在那一块 最大的那个学院录取率 竟然比工程学院还低 我觉得是很多家长认为 那个学院够大 可以深 大家都深 结果分容比较多 因为大部分人他不懂行 其实深哪个专业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高中这几年 呈现出来你的profile 是适合哪个专业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就像我们 我给大家形容 就参加一个体育比赛 孩子从小有体育特长 如果你家孩子个儿高 他就是上高中的话 1米95以上了 那他打篮球就是天生的优势 那另外一个孩子 他个子不高 但弹跳力非常的强 可能垂直起跳的话 1米起步 那打排球比较适合 那另外一些孩子个子不高 弹跳一般 速度奇快 起动特别快 那足球嘛 对吧 另外一些孩子 1米9 1米85 300磅 我们就有这个学生 我们有这个学生 打橄榄球啊 大家知道 在现在德州的一个大学里边 有个留学生 从来没有打过橄榄球 到大一的时候 变成校队橄榄球了 就因为他长得够壮 300多磅 200 278斤 256斤嘛 所以体育呢 非常像大学录取的时候 你的身体条件 决定了你哪些项目 特别适合你 篮球里边 你身高每增加 1厘米 5厘米 10厘米 对你将来的发展 有明显的帮助 我还特意有个讲座里边 做了一个数据调研啊 NBA里边 你就看到身高和成功 和未来职业发展成功率 你会发现身高越高越占便宜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因为蓝框305 大家离着一样 大家你越个子越高 你的臂展越长 你离着越近 同样大学申请也是 在座家长 不管你们孩子几年级 特别是在座家长 如果你们孩子是11年级 你们已经11年级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将曲线救国啊 一定要仔细评估一下 你所呈现的 过去几年 你做了这么多铺垫 能曲线救国 能不能 能不能 很多家长会有误解 我们在上周的 我们内部的讲座 我们的David老师 分享的一个案例 就是ED2的一个 芝加哥大学的 这个录取案例啊 这个孩子就是非常明显 成绩不错 父母来咨询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 我当时第一次和他开会 不到半个小时 我就指着他的专业 我说你为什么会选 这个专业理工科 他说孩子是很喜欢 我说你喜欢和你 擅长适合 我说的擅长适合 不是未来啊 这个孩子成绩没有问题 学生专业都没有问题 只是因为 所有大学 这个专业 这个热门专业就能几个 然后大家都去深 他就会在同专业里边去PK 谁更合适 不是谁更优秀 谁更合适 很多家伙对优秀的理解 是成绩好 这个孩子成绩没有问题 他的活动呢 一看和技术 计算机没有关系 所以在D2的时候 我们果断给他把活动 重新调整排序 描述也改了 文书也调了 最后呢 就是给整成了一个 社科类的专业 这个将来可以学计算机 没有问题 他想学没有问题 两章也都没有问题 但是在高中里边 他们做这些活动里边 他最擅长的绝对不是计算机 所以这个原理 告诉大家 很多有些人会说 哎呀 我们就想进这个专业 能不能取先救国 能不能取先救国 取决于你们 你们把简历拿过来 我们看看 如果九年级的话 是可塑性非常强 你做什么都行 但如果你已经十一年级 再加上你们十年级 或者十一年级 主要十一年级 你的调整空间非常少 除非你愿意 把之前你所有的这个 活动都给清零 那样也更亏 对吧 所以我觉得家长 一定要冷静啊 慎重啊 就是说 现在美国大学 越头部的大学 你会发现 他对这个 专业匹配度的要求越高 这有点就像 我们刚才给大家 放这个文章一样 就是 你 你 就是 专业对这个孩子 未来职业发展的影响 远超过大学本身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曾经有篇文章里边 写过啊 宾夕法尼亚大学 他商学 沃顿商业里边的 金融方向的这个专业 和对比 他的这个电影制作 这个专业 他薪资差的 不是一点半点 他未来就是 你要看他 二三十年的这个对比啊 薪资 他差三倍应该是 他到毕业十年后的薪资 一个是六万多 还是七万多 另外一个是二十四五万 就薪资的中位数 大家可以去找那个文章 我们之前有那篇文章 或者我可以找找 发给我们的小青老师 说到这儿了 如果家长对这个文章 刚才我提了几个文章 有兴趣的家长 可以去加我们的小青老师 我们小青老师 就是通过这个方式 大家可以截个图啊 如果有小青老师 联系方式的家长 也可以直接去 直接去联系啊 要这文章 但是大家要等一等啊 一般我是在直播的时候 随性的会说一些文章 那我会找出来 发给小青老师 因为文章都是 我和同事起草的 所以呢 这个 我们的小青老师 不是那么熟悉 我得之后给他发给他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 小青老师会在 添加你们之后 不管是进群的家长 还是要文章的家长 小青老师联系方式 大家可以截一下 OK 好 优管家长 你们这边角度 应该还可以吧 对吧 我现在再尽量调一个 你们看着还行的角度 我这有点强迫症 我就看着 我老觉得你们看着别扭 好 我们继续给大家看 看大家问题啊 我先讲一下 今天的重点吧 今天的重点呢 我想普娃如何应对 ICT的这个卷土重来 大家如果在我们群里边家长 或者关注我们公众号的家长 一定会知道 在过去的几年里边 我们一直围绕ICT 每隔一个季度 会写一篇文章 这些文章都是围绕 围绕一些最新的新闻 这些新闻包括呢 谢谢严存 谢谢严存 包括什么呢 包括过去几年 从MIT开始 它是第一个疫情之后 恢复ICT要求的 那之后 今年最突出的一个新闻 是耶鲁大学 而且耶鲁大学 其实第一个是达特茅斯 达特茅斯宣服 恢复ICT 但是它到明年 今年申请的不用交 它只是表态 而耶鲁大学 那是非常明显的 直接是在上个周吧 还是上上周 直接宣布 直接宣布呢 就是今年申请人 明年入学的这批 ICT必须提交 你不提交是没法 不管你的背景 多么的坎坷 你这个有什么族意 你必须要交 不交你不具备申请资格 所以大家看到 在疫情这几年 大量的学校是取消 或者是可交可不交 过去的几年 这个钟摆 美国的这个钟摆 在高等教育院 从左边拐道的中间 偏右 耶鲁大学是个风向标 耶鲁大学 也是一个非常有特点 在言论自由 校园这个 对教授的围攻 这个阶段 他也受过很多争议 但他的名气 他这两年 的这个负面行为 整体来讲 比哈佛要强 大家都知道 哈耶普 普林斯顿是一个 理工科 更为人知的一个学校 所以哈佛和耶鲁 就是一个风向标 大家知道 在法学界 在将来读法学 法律博士 耶鲁是比哈佛要强的 是有明显强的 耶鲁法学院是最难路的 耶鲁法学院出来 这些在法律里边 这种精英也好 这种最高大法官也好 是知名度最多的 知名度高的最多的 所以耶鲁这个姿态呢 在去年 他的校报里边 就写了一遍 他们可能会恢复 我个人猜啊 我个人盲测啊 下一个恢复的疼效 大概率是布朗 因为布朗的校长 在前置采访的时候 他也提了 他觉得没有SE 他们是没法辨别 这边学生 能不能学得下来 特别是理工科专业 2015年啊 有一个叫 Jonathan Way的一个教授 他做研究的时候 他特意统计了 一个什么数据呢 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 他的ICT的平均分数 这个大项 不同的他已经入学了 就入学之后 这个数据比较有价值 就你申请的时候 看不出来对吧 入学之后好 学物理的 学数学的 学工程的 学计算机的 学数据科学的 学统计的 然后学英文的 学西语的 学这个东亚研究的 学历史的 学社会学的 学人力学的 他这么一排 你会发现一个 非常明显的趋势 理工科的 ICT的平均分数就是高 而且他不是 针对一个大学 他是针对一大堆大学的 同类别专业 所以大家要理解啊 当我给你看一个图 或者你们自己 再往上查一个图 说OK你看啊 耶鲁大学的ICT中位数 可能是1000 我给大家看看吧 我给大家确认的数据 我们这还是真有啊 给大家看这个 油管家呢 我给你们倒是读就行了 你们可以看到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有点小 给大家念一念啊 你看 这个就是 这些大学 每年都会自己在公布 在Command Data上公布 他们有多少学生 ICT学生的 这个中位数啊 大家看 耶鲁大学呢 他的学生的中位数 是1480到1560 我觉得这应该是前年的 去年的应该不止这么低啊 也就是说 咱对按照数据来吧 1480到1560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所有的学生 中间的50% 就大多数了 是1480到1560之间 大家看布朗大学 反倒更高 1500到1560之间 就录取的这位学生 Conner 1470到1550 斯坦福大学的1500到1570 这个呢 其实给大家讲 什么意思呢 咱就以布朗大学为例啊 布朗大学1500到1560 这个区间 就是前20%的学生 最低分是1560 后20%的学生 最高分是1500 但是大家要理解啊 结合我刚才说的 那个教授的 那个研究报告 你的专业越理工 你的ICT越高 所以投过那帮学生 大概率是ICT专业的 当然也 不是ICT 就是那个理工科专业的 所以我的 我的结论是什么呢 在座家长 如果你们的孩子 就是认准的理工科 擅长喜欢 不管你孩子是不是普啊 我觉得你一定要把ICT刷好 你可以不高 你努力之后可以不高 不高的话 你可以申请一些 不是那么竞争性强的学校 但是如果你 你发现你的ICT特别的低 然后你又想学理工科 我五一的解其思路呢 就是你去一个 你降低你的预期 所以这个就是 我前日看了书里边的结论 人的幸福是比较出来的 没有绝对的客观的幸福 你只要比周围的人好 你就会感觉到幸福 如果你是个亿万富翁 你周围是 你周围的人是马斯克 是贝索斯 是那个比尔益斯 你不会觉得幸福 因为你觉得你的十亿美元资产不算啥 所以人就是这么奇葩的一个动物 他明明他的这个所有的对自我的评估是取决于对周边的 所以ICT也是一样 再度家长 我为什么今天讲普阿如何应对 我给大家定义一下普阿 我自己定义的普阿 咱们今天的普阿 不讲个性 不讲活动 只讲ICT 如果这个孩子首考ICT 没有到1400 我认为他都是普阿 首考没到1400 他都是普阿 第一次考 不管你是裸考 还是你准备之后考的 你不到1400 因为为什么我讲1400这个数的 没有官方权威是我们的经验 1400的ICT 第一次考 是有机会刷到1500以上 1500呢 也不是个绝对的数字 1500左右 大概是全美千百分之一 这个数字可能是全世界百分之一 就是你大概在整个ICT考试里面 千百分之一 1520多三左右 如果是1570往上 1560 1570再往上 这个应该是在ICT里面 是千分之一 左右的这个比例 就ICT比较坏 他不会公布他每年满分的比例 ICT会告诉你 就是ACT有两个考试 ACT是一样的 大学一样的 你只要考一个 ACT会公布他每年有多少人是满分 有的时候3000 有的时候6000 不一样 ICT不会公布 没有官方权威统计数据 他只会告诉你百分比是多少 所以在ICT1567 再往上 他基本上等于 ACT的满分 满分36 当然ACT是比较有意思的 他36里面包括四项 平均分36 就是你两项36 另外两项35 四捨五入 你也是36 所以ACT拿满分 理论上是比较容易的 ACT是非常难 ACT满分呢 我过去这几年是见过的 有 在我们学生里边也是比较少的 没有必要 可能像孩子1556了 要不要考 有的时候没必要 没必要 就是你那块提高的这个比例呢 并没有对你申请有那种帮助 因为你到了那边上线 所以在座家长 为什么今天讲普娃 普娃家长就 这块就投入资源比较多了 孩子别说 孩子家长就说 孩子别说1400 1200都考不上 1200考不上呢 确实有些学校他真不要 今天我也不是劝大家 一定要考ACT的 有一些学校不要 如果有几个学校不要呢 加州大学 如果你是加州的家长 你本周学费特别便宜 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 这加起来有32所本科院校 如果你只盯这些学校 你真不用考 你真不用考 因为这些学校连地都没地交 交都没地交 所以但是呢 如果加上你还想 有别的想法 越来越多的学校 他表面说可交可不交 但真实的数据来讲 他大部分是交的 特别是华人喜欢的 这种热门的理工科专业 工程类的专业 ACT提交的比例更高 所以你的高低取决 你的申请 同批申请人的这个对比 如果你们学校 生理工科都交 你不交 马上楼下 所以它是一个 相对而言的这个概念 就是没有决定的高分 而且再给大家举一个 比较鼓舞士气的力道 如果你们家的这个学区 特别一般 可能就五六分 四五分 那然后呢 你们今年 这批申请人里边 很多家长可能都是 无所谓啊 就是躺平 或者你们学校里边 都是白人啊 人也不想拒绝 那很有可能 你考虑一千四百多 一千四百二 你是你这批里边最高的 那这种孩子 也是会有优势的 因为大学在评估的时候 是会考虑你们学区的这个资源 你说我们学校连接AP课都没有 或者就几门AP课 我ICT怎么能高 大家要知道 你上不上AP 特别是英文的AP课 和你ICT分数是有直接关系的 你的强度到不到 就一个学校开的课程特别容易 他这边学生整体ICT是偏低的 这是我在帮很多上百个家长 过去几年 评估他们学校的这个profile看出来的 这个学校 我其实有一个学校 我几分钟看出来 他的这个这个学校数据怎么样 你就看这个学校的平均ICT 或者中位数 还有AP通过率 然后他有多少个AP考试 你大概几个数据一瞅啊 这学校多少人 你就知道这学校什么水平 你都能对标 公校还是私校 因为很多私立高中呢 是不愿意 包括公立啊 是不会告诉你 每年他录取了某个大学多少人 他只会告诉你 我过去几年录取过这些学校 那等于没说 因为碰到一个特别强的 还是大满贯 前二十录一遍 那不就掩盖了 大部分学生录不到吗 所以今天的我们重点呢 就是给家 给在座大部分普娃的家长 一个一些思路啊 到底你们孩子要考几次 要不要考啊 这个都是大家 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 一个一个问题啊 我给大家看看 前期的这个提问啊 大家稍等一下啊 我记得刚才有个家长 是第一个提问的 我给大家看看 他第一个来的 不知道在不在 我是说的有点久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家长的问题呢 是 老师学屏幕设计啊 是graphic design吗 树梅南加大读研还是ucl啊 这个家长问题 你别问我 你这个家长啊 英国我不熟 我完全不了解 我们有英 我们有几位英国的学生 在英国读私立高中啊 还有一个读功利的英国的 我们有几个英国的家长客户 他们是找我们申请美国的大学 但你说ucl的话 我只知道他是g5 我不知道别的 我只知道他是g5里边 华人 他是中国学生最多的一个大学 英国大学应该是 有将近小一万人 应该差不多 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统计 ucl应该是中国学生最多的 然后南加大 我个人觉得平面设计树梅啊 我大给你盲测一下吧 因为这块英国我不熟啊 我觉得南加大这个专业是有优势的 他那个 他周边 南加大所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数字娱乐 媒体产业聚集的地方 南加大 他所在的洛杉矶 这个产业特别的发达 就是你说的这一套 可以说是现在的网红经济 传统的这种电影 影视创作 广告他都有 传媒 南加大有端部的传媒学院 他的传媒学院的人数只占本校的5% 并不多 就说明比较精品一些 所以这个家长的话 你可以再看看 去问别人啊 这个我是真不熟啊 OK 张老师今天去家门 家对面高中 这么近啊 你这真是学区房 那肯定升职啊 张老师给看看 老师 你好你好 赵阳你好你好 洪你好 这个列宁你好 看不了油管招就没事 这个直播就是给这个非油管家长准备的 油管家长的话 他们也看不了特效 工厂 OK你好你好 这个家长问了个好问题啊 说 ICT怎么备考啊 这边给大家都说一下 油管家长你们正好也听一下 ICT我们认为正常的时间线呢 应该是孩子在上完代数二 就如果他在高中 上完了Algebra 2 Trignography 一般学校的代数二 和三角函数 它是合在一起的 有的学校是单独的 不重要啊 你们孩子只要上完了代数二 他是具备考ICT的这个数学基础的 ICT只有两部分 1600的满分 数学加英文 英文部分因人而异 可以是个初中生 他的英文程度特别好 可以是个12年级的学生 英文特别的烂 我讲的英文的烂 不是说你是移民 我们最早接触过两个白人学生 是我们这边以前办公室 旁边一个 一个富人区的公里高中 这俩女孩是学校排球队的 一个一米九 一个一米七多 我印象很特别高 俩白人女孩 他爸爸也特别壮 然后呢 我们给他一看 这俩孩子 一个ICT是1300 一个1100 大家像12年级 我们可以做申请 大家能想吗 1300那个小姑娘进了南加大 商学院 为啥 他两个哥哥里边 有一个是进了商学院 他家是Legacy 就他哥哥是校友 然后他又打排球 虽然他基本上专业 对那种水平 但是呢 白人录取标准真的是低 同年 我们学生和他一样profile的 别说南加大了 UCWC都进不去 所以那年我很震撼 因为我们白人学生不多 大部分都是华人家长 我就非常震撼 就是标准真的不一样 但是话又说回来啊 白人的女孩 在美国长大 人家祖上三代 都是美国本土的白人 不是说移民过来的 她的SAT呢 就一千一千一千三 一千三是我们给补课的 他来的时候 俩人都一千一 有一个不愿意掏 这个一对一的钱 有一个掏了钱 因为那家掏钱 那家比较调整比较好 另外一家呢 就是夫妻俩离婚 也是在争议 这个谁付这个钱 当时在我们办公室 俩人打起来了 所以我给大家讲 什么重点呢 你讲母语 孩子英文特别好 口语和听力他不算 考ICT一考就露馅了 一考就露馅了 就是你会发现 ICT的英文部分 是个分学领 数学呢 八成以上的华人孩子 亚裔孩子 国际学生 通过补习也好 通过速成也好 只要他上过了代数二 他基本上数学来 拿个七百分以上 没有问题 七百到七百八 八百啊 所以这也能解释 为什么国际学生 咱国内的家长 和华人家长 很多会惯性的选择 ACT而不是ACT 即使ACT在美国的市场 占有率和ACT 几乎是五五开 两边市场占有率都非常高 就是因为很多华人家长 他压保数学 一千六的满分 我数学拿满分 八百 对吧 英文的这个八百分 我语法的话刷一刷 我四百 我不就一千二呢 这个是非常理想的 但是悲惨的是什么呢 悲催的现实是什么呢 英文的月的部分的四百分 大部分孩子会卡在那 我们过去接触的孩子 水平比较高的 第一次就能考七百一 七百左右的 他基本上冲七百五没问题 也就是他一千五百五以上 没问题 而这个你会发现 取决于孩子 我们接触很多 今年我们有几个 种子拳手啊 九年级就一千五百多 大家想想啊 他初中没有上过一批课 高一也没上过 他英文水平就是高 这个英文水平 来自于他从小的阅读习惯 当然我说的阅读呢 并不是传统数 现在的孩子呢 他可能从小和iPad 和电脑微舞 他的阅读 他看什么东西比较重要 他如果天天看Reddit 看Twitter 看Instagram 他的英文会非常差 因为那都是不正常的语法 或者孩子天天看小说 他喜欢阅读是好事啊 但如果他看的那种小说 小说的特点呢 对话性的语言比较多 口语的表表达 和那种用书面表达 它是不一样的 严谨程度和表达方式不一样 所以ACD有这么大问题啊 那不能光说ACD 说ACD啊 ACD的特点呢 很多家长会有误解啊 觉得学科学类的学ACD 因为ACD有科学部门 不是的 ACD的科学部门 我们过去几年 每年我们举办的那个 东丽营啊 ACDACD东丽营 和那个夏天的夏令营 线上的啊 我们的ACD都是英文老师教的 大家记着啊 我们的ACD的科学部门 是英文老师教的 为什么啊 那叫科学类的阅读 它课程设计的初衷呢 ACD考试设计的初衷 就是为了 让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 科学课程的孩子 能够通过基本的逻辑和词汇 去读懂这个题 题里边提供的信息 去推理这个选项 我考过ACD 我自己有底我考过 我当时根本就 我没在美国多高中 那些词对我来的都是生辟的 对吧 我只是学托福那点东西 雅思那点东西 但是呢 你会发现 你能读懂题 你这个题都会做对的 一定会做对的 所以家长 你不要以为ACD 好像就是科学成绩好的 占便宜 未必 未必 ACD反倒适合 英文比较好的 因为ACD的话 75%的题 它的分 是来源于 它的那个 Reading comprehension 阅读理解 它的数学只有25% 只有四分之一 因为ACD有四项 阅读英文 科学和数学 所以家长一定要注意 ACD的话 如果孩子英文不错 有可能会冲高 ACD如果孩子 这个数学不错 未必能冲高 因为它英文部分 真的是比较难 而ACD今年改版 ACD今年改的更短 更像GRE 两个多小时就可以搞定 可以全程用计算器 用计算器就代表 它考的压根不是算法 是你对题的理解 做题解题思路 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不提供ACD ACD这种班 根据不同的考证 我们只是在寒假和暑假 有线上的课 那个课 价格非常低 就是为了 让学生对一个 自己的线的水平有了解 大概能考到什么程度 但是我们一直 过去多少年 有提供一对一的ACD补习 ACD怎么补习呢 这个孩子来了 我觉得两类学生比较适合 一个是程度特别低的 可能你起步是900分1000分 那你一对一比较省时间 为什么 你上一班的那种大班 Bocamp 你跟不上节奏了 说明这孩子起步比较低 那这种呢 一般老师是每个周 给他一套体 他做完之后 老师呢 英文老师和数学老师 各个都约个时间 去给他过 一对一给他过 解决他的问题 那这种孩子提高 是比较快的 那提高一段时间 你就知道 他的上限是多少 有的起步比较低 有的孩子是一直在提高 有的孩子就卡住了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分数特别高的 如果这孩子已经1500左右了 想刷高 一对一也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他可能要刷三四套体 才够半个 才够一个小时的讲的内容 因为他的错题越来越少 越高分错的越少 不适合上大课 而且你如果上八个礼拜 或者四个礼拜的那种 ICT ACT班呢 你将来是在大学申请的时候 没法放在简历上 没法放 但是有一类孩子出外 就这类孩子呢 一对一的时候 注意力特别不集中 就是需要环境的影响 那我觉得 你把它送回国内 包括我们美国的家长 我们有些家长 孩子在美国都没高 有绿卡 就在美国很多年了 但他中午还不错 会把它扔到国内的一些集训营 国内的这个就比较严格 吃住都在学校 然后周围的氛围也比较浓 就是国内高考复读那种 小孩年轻人 他在美国待长生之后 他没见过那种氛围 就也挺鼓励的 因为他不好意思 每天读200 300 500个单词 我们去年属下有好几个学生 字幕上这样 也是我们给他分析之后 发现这孩子回国更好用 那就是每个孩子的ICT 补习是不一样的 但有一点啊 家长不要操之过急 如果你们家孩子 现在在上那个geometry 上那个叫几何学 你没必要 或者你现在上一半的 Algebra 2 就是那个代数2 你没必要那么早准备ICT 因为你数学还不够 你还没学完 你没必要去准备 你ICT是这样 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 完成就翻篇 如果你四年来刷ICT 你会发现 你将来录取的时候 结果绝对不理想 因为你把精力放错地方 给大家举个例子 杜克大学 之前发了个文章 说他们将来啊 介于现在这个 AI 人工智能这种普及啊 他将来不给这个ICT的分数 和文书啊 文书打分了 结果呢 他这个文章 其实说的跟文书一样 为什么啊 本来这两项就不是打分的 他就是应该去读嘛 去理解这个小孩的背景 但是呢 他就通过这个事来 增加点曝光量 在那个美国这个高等教育 这个内参啊 这个这个这个报纸 付费报纸里边 就等于是刷了一个题目 就是让大家觉得 哎呦 你看他是取消不要 其实不是 但是呢 有个好处 杜克大学的这个报道啊 这个新闻呢 完美的暴露了 他的录取标准 和别人不一样 你看哈佛有五项啊 斯坦佛有几项 杜克是六项 给大家念一下 杜克就是很好的代表 因为杜克也是 我认为啊 他和宾大录取 难度没有区别 甚至更难一点点啊 整体来讲 因为宾大有热门专业 杜克大学呢 他就六个评估标准啊 推荐信 你的GPA 你的课程的难度 啊 你的这个SAT ACT 标画考试 你的文书 然后你的课外活动 这六项 他怎么打分呢 一到五分 一到五分 五分最高 一分最低 就如果你久利的 你平均25分 你这每项都很强 你直接就进入到最后节目 或者直接录了 和VList 其实绝大多数大学啊 私校都是这种方式 包括公校 他都是这种方式 只是说公校呢 你像UC 他是两个人打分 加入大学 两个人打分 所以美国大学呢 他既有人为去评估的部分 也有初级筛选的部分 初级筛选的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孩子 GPA3.6 3.7 在读课里边 可能这个 就算一二分吧 你的你里边 就没有什么AP课 学校里边16年 你就上两门 你可能就算一分两分 然后推荐信的话 老师写的非常一般 那就等个三分 你不用看其他项 你这几项已经被刷掉了 所以大家要理解啊 虽然所有大学说 我们很忙 我们评估 其实他最后通过 这些孩子的学术表现 这几个指标去评估 大部分学生 已经进不到下一轮了 他基本上筛掉了 Villess一大堆 下一轮评估一大堆 直接聚调 有一些直接聚调 大家觉得 你这个孩子 3.5 3.9不到 ICT没教 推荐信一般 课外活动不够数 别说质量了 连数量都不够 你觉得哈佛大学 会花时间给你看吗 或者前十字 前十字学校 不会的 所以大家要理解啊 今天我讲ICT 不是让大家认为 ICT是唯一的标准 只是告诉大家 它是六项指标里边 咱们一多个大学为例 六项指标里边 可控性最强的 什么叫可控性啊 你的单位时间的 努力和付出 是能够呈现在 你的成绩里边的 GPA呢 要三年多 你要和学校 同批学生竞争 你要补课 你要预习 你要努力 你要花大量时间 去完成作业 Team Project ICT呢 两个小时五分钟 你就去考去备考 业余时间去考 如果孩子们能拿出 父母当年备考高 那个劲儿来 三分之一的劲头来 我觉得ICT都有提高 我并不是比每个孩子 一千五以上 这不可能 这也不现实 但是如果这个孩子 他真努力的 ICT是单位时间内 回馈率最高的 比AP还高 AP呢 每年考一次 对吧 你努力考一五 将来换学分 这么点程度 但是AP你可以选择不交 ICT你申请理工科 佐治亚理工 这个普渡 这俩都是相对录取难度 还凑合的 佐治亚理工很难了 普渡以前是比较友好的 普渡今年申请成98%的教的ICT 我觉得那2%不交的 可能是艺术专业 普渡大学也有艺术专业 也有商科 啥都有 但它工程度有名 对吧 佛罗里达大学 所有国内家长最喜欢的 所有国内机构和国际学校 最喜欢的前三十 就是佛罗里达大学 佛罗里达大学是必须要教ICT的 因为它是红州里边的一个最特例 佛州所有的公立大学 必须要ICT 不交你不具备申请资格 佐治亚州 佛州 这两个 所以大家要仔细评估一下 就是为什么我讲卷阻重来 各方面证据表明 今年到申请季 咱们现在说马上进入三月份了 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校 公布 他们要恢复ICT 因为这些学校领导 就是墙头草 政策一变 跑得比谁都快 前两天说 ICT歧视 歧视低收入的也是他们 现在说ICT 更合理的评估 这个学生的水平 也是他们 都是墙头草 跟随风稿 大部分都是墙头草 这个是正常的 所以在座家长呢 我不是给你们制造压力 普娃 我觉得第一次考个 12001300 这都是普娃大多数 我不是让你不考是考 你让孩子去评估一下 他的水平 去努力看一下 是哪个地方有短板 怎么去提高 我觉得这个过程 是比较锻炼的 花钱报班呢 一人而易 如果这个孩子没有别的事 也是适合上那种班课的 线下班课 我依然手退 虽然我们没有线下班课 但如果这个孩子更需要一对一的话 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老师 去咨询这个 我们有一对一的 大家可以去加我们的小青 小青老师 小青老师 这个进群 还有那个去联系的都可以 这个是我们的单点联系方式 叫我们的小青老师 OK 然后油管家长 你们也是 如果你们没在群里边的话 也欢迎你们去 去扫这个小青老师联系方式 油管家长 反正我们的群里边 也是发每次直播预告 讲到文章 文章的话 油管里边没法给你们展示 微信家长能看到 我们发的文章呢 也是跟就业啊 专业啊 还有这研究报告 关联度比较大的 因为我我是我们公司里边 订阅这个付费媒体最多的 所以有信用 我第一时间给大家报道啊 不是说大家不懂英文啊 是可能很多家长 没有付费这种 购买这种媒体啊 所以我们群里边 会第一时间给大家 发这相关的文章和短视频 给大家去看 OK 哦 这个家长就是问我们的 一对一的联系方式啊 你就去叫我们小青老师 小青老师就可以 OK 给大家看一下 我给小青老师打个招呼啊 大家收到 OK 赵阳啊 这个家长问的问题啊 哦 这个油管有家长问的好问题 我又给你答啊 就是我有没有ICT背单词的书啊 我又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赵阳这个家长说 老师您好 孩子喜欢作曲 也喜欢理科 有没有音乐和科技融合的专业 介绍一下 这家是这样啊 换一个思路 我这么跟你讲 如果有这种音乐融合的专业呢 这种专业我不建议你本科学 本科的话会非常影响 你孩子未来就业的这个道路 但如果你换一个思路 你家孩子本科是音乐 加数学 他双修 你毕业的时候 你四年毕业没有问题啊 孩子多上点课不就得了吗 对吧 而且音乐和数学 他有时通识教育课 写作大学写作课 它两个是通识的 所以我的意思 有的时候 你不一定是一定要获得一个完美的这种组合 美国大学的专业给你提供的就是这种选择的空间 你可以双专业 而且如果你读文理 你是可以自己组合专业的 就你毕业的时候是个毕业证 你是文科毕业 理学学士文学学士 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些东西限制 你不要用国内那种大学的思维 给你贴标签 你就是这个专业 你不能换专业 美国非常灵活 你只要进去了 绝大多数私校 它是有这个灵活度的 双专业是非常容易的 双专业甚至比两个 双专业和专业没有什么区别啊 只要你双的这个专业不是热门专业 问题都不大 我们之前也有学生和你一样 音乐加一个理科 音乐加CS 有这种 CS是生活 音乐是理想 将来可能去音乐产业 也不说不准 对吧 如果你是这个Taylor Swift的经纪人 那你也是个 也是个大富大贵之人 对吧 而且你很开心 和这个美国最红的这个偶像 对 OK给大家接着看啊 是吧 对吧 待会儿 这家长问了个问题说 OK 对加了小兴老师 大家就等联系 小兴老师会比较忙 他有的时候会回头慢一点 因为很多家长去加的 这家长问了个问题 请问推荐ICT背单词的书吗 这个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一些心得 我们的ICT补习班呢 做了好多年 就是线上的 疫情我们就一直做线上 冬天和夏天我们都会有 那现在大家不用抱 现在我们没有开的 我们还没有做这筹划 现在忙不过来 你会发现啊 美国的班里边 没有背单词这些话 而在国内里边 单独的单词办 单独的单词办 因为老美会觉得 你读多了不就认识了吗 你单独对的 读的话 你这个你这个单词 在句子里边 没有具体的语境 它意思未必一样 所以一个说白了 一个就是理想主义 一个是现实主义 你怎么去融合啊 我认为啊 如果这个孩子 他是国内读过体制内的 或者国内的话 一路读上来的 只是读了个美高 他有这个背单词的惯性 我是建议他读一下的 背一下单词 这个没问题啊 有一个软件不错 大家可以用用啊 当然因而异啊 我们有些学生反馈还不错 就给大家提一下啊 叫百词展啊 现在很多孩子背单词 他是用那个APP 有些图像呢 或者一些具体的解释 给你去理解啊 这适合中英文都特别好的 就那种留学生 美国本土的孩子啊 我觉得背单词的意义也有 但是并不大 一般就是 一般就是背那个巴朗的 巴朗的那个词汇 巴朗词汇比较难 包括GRE GRE很多词汇和ICD是有交叉的 你可以去网上找 也可以背背 但是我依然觉得啊 这个孩子如果他刷了足够多的 ICD阅读题 主要是说他把市面上能刷的题都刷了 他词汇量是大概够的 大概够的 因为有些词你不需要认识 生辟词 因为你永远没法涵盖全部的单词 美国大部分人掌握五六千个单词 他一辈子过得很开心 他工作也没问题 但是你说你为了个考试 去背一些从来没遇到过的单词 这个问题讲了一篇考古的文章 讲了一个澳洲某个小岛原始人 你没必要背个单词 他设计这个题的初衷 并不让你所有单词认识 而是让你认识那些关键的动词和形容词 你只要了解之后呢 你把这个意思给揣测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背单词有必要性 但不是决定因素 所以我觉得背单词 要看你孩子是美国长大的ABC 还是国内的 他选择材料是不一样 但是我是认为啊 多刷题 通过刷题来消化 刷题本身没什么问题 刷完一套题 怎么去消化和老师去复盘 还有你的判断依据上 还有你的逻辑推理上出什么问题 你就能解决 因为大家要理解一个现实啊 如果这孩子裸考 小ICT 他考虚高的时候就很高 他ICT一定会高 他ICT高将来考GRE LICT也一定高 这三个考试 标准化考试的起源 他的祖宗 都是ICT最早的前身 当时美国军队用的一个智商测试 这个智商测试不是所谓的 咱们咱们认为的智商聪明 不是 是逻辑推理 是左脑里边逻辑分析 那个分区 就大脑里边很多分区嘛 音乐 绘画 艺术 形体啊 有一个分区是逻辑分区 逻辑分区强的人 他这种考试都比较占便宜 从小ICT IICE 到ICT 到GRE GMAT LICT 他都占便宜 他都甚至甚至MCAT还占便宜 MCAT里边也有这个推理的部分 所以这些人在当下社会高等教育 包括有些特殊的职业 他都占便宜 你举个例子 麦肯锡 全世界最知名的一家咨询公司 收入都非常高 金领工作 到现在 你要去面试麦肯锡的职位 他会问你ICT分数的 他要你ICT分数 因为他们的工作 就是提供这种 怎么讲 逻辑推理能力 就是一堆一大量海量的数据 给你就像破案一样 detective一样 给你一大堆线索和数据 你怎么去推理 推理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方案 让对周边的人信服 大家知道 麦肯锡这种咨询公司 都做PPT的 说你收入公司 几百上千万美元 他就靠PPT 对吧 你得逻辑自洽 所以 所以这个呢 就上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大家要知道 现在教育最大的不公平 就是他 当然说实话 高考更不公平 高考的话 你不像美国 美国的话 你久利的 你家境贫寒 父母离异 或者单亲 或者是身体有残疾 任何那种先天 不可自己去调整的因素 会在身体中 作为一个助力 因为你负重前行 而在国内的这个帮助不大 少数民族啊 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 那家的分很少 而且国内还有这种 所谓的高考移民嘛 你北京的分就比较低 你去那个河南 山东就比较高 所以我就说美国 美国相对公平 但他也不公平 为什么啊 现在高中 设计的这条课程 有一批学生 他绝对不行 阅读障障障障障障 将来会很有前景 在某些行业里边 你包括自闭症 你包括作动症 现在的教育 依然是一个量产 美国大学 老师在上面讲 你要去学 你要阅读 你要去理解 所以刚才我举的几类 孩子都不占便宜 所以没有一个教育 是能够做到个性化的 除非你在家里边 你找人去教 你自己给的设计 那样对父母要求很高 对吧 也很累 所以呢 基于这个条件 大家不要 因为孩子在高中的成绩一般 ICT不高 或GPA 而否定你们家孩子 作为一个人的独特性和天赋 这里边不是给大家 撒鸡汤安慰啊 是实话实讲啊 我越看这种教育学的著作啊 我会发现 现在的这个教育体制 它就是有问题 它就是倾向于 照顾那些智商高的孩子 智商高的孩子 给大家举个例子 如果你把世界这些富豪财富 钱500人测一下 它智商不会很高 但如果你说我到谷歌里边 我去他们的这个数据部门 找20个 找200个 找2000个数据工程师 他的智商一定高 那为什么最有钱的 那亿万富翁不高 而那些谷歌的人高呢 对吧 你到NBA里边 你到音乐艺术领域 咱们说歌手 你去不同领域 就会发现他们智商差别特别大 所以智商压根就不是决定一个人成功的标准 因为这个社会非常的多元 你如果从谋生的角度 条条大路 通往财富之门 对吧 你都可以做得很好 你在日本捏个寿司 捏到米其林 你也是躺平的状态 对吧 就是所以大家要理解啊 现在教育呢 它是一个 有点两边两头就是说 为了迎合大众一个教育的这个诉求 做了一个 帮一部分人 就是他做了一个标准化的模式 任何标准化模式都没法去凸显个人的个性 所以你只能去适应 那今天为什么讲谱啊 我知道很多孩子是考不了1500的 他再怎么努力 他也考不了1500 如果但是不代表你不考不去准备 因为你有没有对于老多学校是能不能深的问题 因为那个达特茅斯那个校长在宣布啊 官宣他们要恢复 明年恢复ICT的时候 他讲了一下 说我们不会说以分数为论 我们一定会评估你所在的学校 你所处的环境 提供的资源是多少 如果你所在的环境 你不可能有钱去补课 你们学校里边压根AP课一个没有 你们的老师都不够数 那我不可能要求你1500 我觉得你1400已经很高了 所以大家也能解释啊 为什么你看 布朗1500到1500的区间 而那个耶鲁1400多 他1400多到1500多 他都是这个区间 他有差距的 但是悲惨的现实上 越高的学校 这个区间的越往上 但是呢 给大家看一些比较好路的啊 给大家想一个 就是排名还不错的 但是呢 陆许难度不那么大的啊 大家看这个区间啊 大家知道上线和下线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UC尔湾吧 UC尔湾是一个国际学生 很认可啊 排名也是不错的 他哎呀 他最近没有分数了 不能给他放 纽约大学吧 看纽约大学 纽约大学的这个ACD区间呢 给大家看看啊 14007到15006 佐治亚理工的13007到1530 13007 佐治亚理工的区间更大 因为佐治亚理工是个大功效啊 纽约大已经卷子不像样了啊 你看 威斯康星卖地区13007到1500 1500 对吧 华大 华大 我那个学校比较鼓舞人心啊 1320到1500 你都有录取的可能 就是这个学校里边 中间50%的分数 1320到1500都可以 对吧 所以大家 你看啊 普渡最狠 12001到1450 12001到1450 1450往上的20% 我觉得就是工院 我觉得就是工院的学生 1200的可能是艺术学院啊 文科这批 有可能 所以大家要理解啊 你除非这个孩子 他就是不听 他也不想学 躺平 那这种孩子 你别让他上大学 你让他工作经验 我觉得这样对他帮助更大啊 很多家长就是说 一定要把孩子送到大学啊 我自己接触的学生 就有一些 后来真的去大学躺平了 对家长孩子 对我自己都有个打击 虽然我们送进大学 我们完成任务了 但孩子真的是在里边 迷失自我了 这也是我们非常不想看到的一点 好 给大家接着看问题啊 哎 容强你好 杨容强你好 你好 贝尔多你好 你好 我看一下油管家长的问题啊 OK 这个油管家长你稍等一下 我这边微信咱的问题 特别多给大家加点速 给大家回忆一下啊 贝尔多这个家长问说 笨老师说 本科申请入学的是社科 公校和私校要改专业 哪种学校好转专业 转专业是不是有门槛 转专业呢 要看 呃 即使私校啊 他也是有门槛的 唯一没有门槛的呢 就是哈耶普斯玛这种顶尖私校 因为他学校资源足够的多 说说难听点啊 这个课如果你们都转 他里边就一个人在上 他就学要养得起 哈耶普斯玛的特点 学校里边人均 这个呃 财富比特别高 这个人财富比就是 学校的人数 呃 就分子啊 不对 作为那个除数啊 呃 学校的这个总资产 总资产就是他的 indowment 就那个灵活基金 呃 普利斯顿三四百 四百多亿 呃 哈佛应该是五百多亿了 大家像这么点的学校 他的现金流 富可低我 对吧 大家知道 一些小的国家 这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呢 这家长问的问题就比较大啊 背着咱们老老听众啊 就说本科申请的是 社科公校和私校要改 要看 你要转的是热门专业 非热门专业 谁往低处流啊 人往高处走 如果你转的是 这个学校最有名的专业 不管是公校私校都很难 你久利的啊 你去纽大是个私校 你要转他的这个 呃 呃 数学专业 他最有名的数学系啊 将来做量化的 就华尔街的 你不用想 不可能 你要转的商学院是吧 可以 他不说不能转 但是很难 你去宾大 资源这么丰富的一个大藤校 你转他这个沃顿 非常非常难 不能说impossible 是几乎很难 几乎我觉得也够强 大部分人是转不进去的 呃 但是要看到 有些学校呢 就是你久利的 你你 你像你要进了 杜克 你从的文理学院 转到公院 问题倒不大 各大也是 没有什么难度 你又走过流程啊 你成绩够就可以 所以每个学校政策不一样 这个家长呢 我们要给你统一拿啊 因为美国大学呢 每个学校的这个政策都不一样 但是公校整体偏难 但是呢 同学院整体偏简单 跨学院一般的比较难 所以这个要具体 需要具体说啊 我给大家接着看问题啊 木槿老师好 哎 木槿老师好 刚才给你拿着 我拿着 稍会了啊 OK 我住江新城二沙岛 对吧 二沙岛 广州家长比较懂 千万以上 对对对 千万以上都很小 OK 感谢这家长帮我扫忙 咱们广州家长帮我扫忙 说 我刚才刚开始的时候 聊一下这个广州的房价 当时我 我自己带签证的时候 对我来说很震撼啊 家长焦虑 我能理解啊 就是 你觉得你年轻人 怎么可能有钱 别说住了 租都租不起 对吧 很多家长是这样 条件很好 但他好到 不能说是孩子 可以随便 几辈的去躺平 所以他会感觉 如果有一天 他不赚钱了 他没有赚钱能力了 孩子怎么办 所以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这个全世界家长都这样 啊 我住华人家长 更更更更明显 因为我们这个私产的 这个概念还是比较 比较近期 近代的 所以我们这种焦虑感 是尤其明显的 咱们的这个产权 也不像某些国家 它是永久的 对吧 你有你有这种私产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这种焦虑感 我是可以慢慢理解 特别是我孩子 也在长大啊 我也能理解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 往东一块 是非常豪宅区啊 很多加州过来的人 把房价都炒到 中文是五百多万 对吧 这个地方也很便宜 那我们有时候会经过 一些高速边上的 流浪汉 很破旧的房子 非常破旧 就是就是你能看 就玩两个世界 两个世界 美国这种情况非常多 加州 纽约 越发达成这种情况越严重 就贫富差距非常的大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 这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在历史 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间 点 屏幕差距过大 因为人的幸福 是比较出来的 穷都穷没事 富都富也都没事 不换话 而不换句 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 OK 给大家接着看 专业比大家重要 待会儿 我给大家看看 大家给老 对大家是这样 刚进直播间的家长 我们每周的直播呢 是有两场 现在恢复两场了 周三和周五 我给大家放一下 周五的那场的讲座 给大家看 大家收等一下 我给大家切换一下 然后我们会在一开始讲 每天会有个主题 每天会有个主题 今天主题就是 普娃如何应对ICT的 这个卷土重来 很多家长可能对我 这个卷土重来的概念 不了解 你们可能没有进群 我们家长群的话 每周每天 几乎每天 要么给大家一个新的文章 要么给大家发讲座的预报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 和兴趣 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 也可以看我们的历史文章 所以进我们家长群 不会有别的人骚扰你 如果有人加紧的话 你告诉我们把它剃掉 我们的群非常的安静 没有人主动说话 就我们发干货 你们就想看 就像一个免费试吃的这个餐厅 给大家摆了一堆 大家各种这种菜品的小样 你们可以一看 大家可以 微信的家长可以通过这个来添加 小庆老师进家长群 或者有具体问心咨询 都可以 大家可以去添加一下 然后呢 油管家长也是同样的方式 油管家长可以通过这个截图 截一下用扫描 如果你们就更喜欢油管的话 你们就直接订阅频道就可以 你们就直接点我投资上方 你们订阅我们的这个 油管家长的话 你们就比较简单了 你们其实关注我们的频道之后 你会发现我们有1787的这个讲座视频 从2020年的上半年到现在 涵盖了所有的话题 计算机专业 为什么热门坏下又难 这个体育特长生 怎么去卷名校 艺术类专业申请人 九年级怎么规划 十年级怎么规划 暑假怎么办 没有下校是不是代表不能进名校 ICD怎么考 考多少分高用 我们油管里边有大量免费的视频 我的直播是比较特别的 一个形式 是因为我同步和微信做一个联动 但是呢 油管家长 我知道你们不太习惯这么长视频 你们可以去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叫阴晴教育 你们现在在看 你们关注这个频道 点了关注订阅之后呢 就可以根据你们的喜好 去选你们喜好的话题 因为很多家长孩子申请记开始看 做研究 开始对比机构 那就开始看 我们的题目都非常的显眼 大家就可以看 或者大家可以去看油管上 按照这个播放量 你可以选播放量最高的几期 你就知道 因为这些播放量高就代表 很多家长和你们关注点是一样 播放量最高的一期叫 就亚裔CS内卷 叫什么的 就为什么亚裔申请CS最卷 大概是这个 然后第二个就如何用转学 这个录取实现美国名校录取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油管家长就比较省事了 你们就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频道 里边有我和团队 十几位老师的 这个我们的分享 不一样 而且比较短 OK 我给大家接着看 什么专业 油管家长给大家接着看 谢谢张老师 谢谢张老师的这个提醒 谢谢 OK不错呀 这个这个孩子一提先 我可以可以可以 哇这个留影 咱们这个 这位听众家长 前日咱们咱们就 加到咱们这个 这个大家庭里边呢 孩子特别小就来学 不要不要那么焦虑啊 女孩国内在学KET 孩子最早几年级 回美国语言学术 完全能掌握 我说实话 女孩初中回来一点问题没有 高中问题也不大 没事 女孩语言天赋本身就比男性要强 大家就可以看啊 这不是一个偏见 这是一个研究证明 你可以上网去搜 你可以谷歌去搜一下 很多这方面的scholar 女性在语言上的天赋 比男性要强 所以我们身边的很多孩子呢 她的口音最好的是女性 就女生 我们很多女性的朋友啊 即使大学来到美国 她的她的口音几乎为零 但男性的话 很多就口音 你看我的英文就是有三种口音 我的英文就 因为出国就是二十多岁 我出国二十多岁 其实语言没事 大家想想 那个印度 Revan的CEO 谷歌的CEO 这些都是 已经是人中之龙 对吧 已经是万里挑一的 他们口音非常重 但他们管理一个几万人的科技公司 市值都上万亿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英文 英文最简单 孩子适应非常快 所以这个我觉得你完全不用担心 你们来 什么时候来美国啊 取决于你和孩子爸爸 你们的工作事业安排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在两边都可以啊 那你们其实 我觉得初中高中来都行 高中也可以 高中也可以 如果你们本地没有很好的配套 这个出国资源啊 那个那个国际教育 或者国内的成本甚至更高 那你早点来呗 对吧 反正你这个家长看似是应该是有身份的啊 OK 给大家看一下 哦 那今天外国语 学英文 OK 好问题啊 有家长 有一批家长是转学的家长 他说 每本大二转学需要考ICT吗 其实有点晚啊 我觉得 应该是不要 但是呢 有一类家长 有一类学生 我们是推荐考一下的 就是如果你的目标挺大的啊 你还挺挺有野心的 这个孩子想申请美国 你想想转哥大呀 转宾大 转度克 如果你之前考的很低 或者你 你没考过 你还是要考一个 我觉得要考一个 因为这些学校 他虽然也是optional 有的学校 我记得有个别学校是必须要的 大部分学校他是不要 但是建议 他就是建议你有的话提交一下 因为那些头部的ICT的 这头部的这些转学的 就这个家长转学的转学啊 大一或大二转学 大二转学 这个你可以单独聊啊 这个家长可以单独去沟通啊 我们有专门转学的这个同事 这个单独会给你解决 需不需要 我不知道你什么大学 如果你的大学非常强 你是 你是伯克力想转 想转那个支大 想转兵大 你权 你其实不用考 因为伯克力GPA 认可度的还是很高的 伯克力本身就很难 但如果你是说 我是UC Davis 我是UCF Cruz 我又没有ICT 你又想冲高的学校 那你还是考一个嘛 考一个不保你进 但是会增加概率 会增加概率 艺术类大学 我们有深广 但是不是主要的 因为艺术类大学 主要看作品集 他申请难度比较低 这些家长呢 我觉得你纯实 你如果只看艺术类大学 你不考虑中学大学 你找那种专门 艺术大学的机构 他们给你弄作品集的 他们可能是更专注这方面 我们很多孩子 会申艺术学院 但他主要申请的 一定是美国的大学 艺术艺术系 他会申美国这种 综合大学的艺术系 艺术专业 或者将来就转专业 但他们不会只申 我们也帮学生 申一些艺术专业 艺术类院校 芝加哥呀 纽约呀 视觉呀 加州这些 但是这些实际上 没啥难度 都是一个辅助的 我觉得你应该是找 那种纯艺术类的院校 因为艺术类的院校 主要看作品集 你ICD考不考没有价值 你的GP甚至都 没啥太大影响 OK 大家稍等一下 我活动一下 活动一下马上 大家稍等一下 我活动一下 给我一分钟 好 回来 继续给大家 来回答问题 这位家长 问了一个问题 说请问加拿大本科 是不是要求ICT 大概多少分 可以考好一点的学校 加拿大呢 这个你还真的 问我们的小青老师 我们团队里边 有两位老师 最擅长做加拿大的 最擅长做加拿大的 学校 我这边不能乱讲 我们有两位老师 我们团队有 二十多个同事 升学顾问有十位 但是呢 擅长加拿大 经常做的就两位 所以这个你可以 单独去联系 我们的小青老师 去咨询一下 如果有具体的问题 我这边就不 我这边不确定 绝对不能给大家乱说 我这样集中 给这个油管家长 回复一下 因为油管家长 问题并不多 油管家长是说 十二年级 Senior这一年 是不是应该把PE 放在第二学 这个无所谓吧 PE的话 是这样 这个家长 你PE你没事 PE不算GPE的 这个PE就是体育课 美国体育课是必修 但是不算GPE 大学一定会把它排除的 他不会算的 因为PE为什么 其实我思考这问题 我说为什么PE课不算GPE啊 艺术都算啊 大家知道 体育课是讲身体条件的 如果这小孩有残疾 他体育课怎么上 或者他不残疾 他个特别小 特别瘦估 营养不良 他怎么上 就体育课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歧视的 大家想体育课 体育课 跑得更快 跳得更高 对吧 你这明显身体条件 天生 宇生俱来的呀 所以他没法给你平 所以他拿掉的 他不要 虽然P可以学一些健康常识什么的 但是体育课 这个家长 你多虑了 这个零影响 等会儿啊 这个家长问了个 AP音乐原理啊 就AP musical theory 乐理如何能学好 他喜欢他肯定能学好 我们学AP乐理课的这个学生 都是从小玩乐器的 就他有的是在中国学的 有的是在美国长大学的 他但凡上过音乐 这种长期的一个培训 他小时候有一个爱好 他不可能学不好 乐理是手学要学的 就你弹度一个乐器 你对这个整个这个乐理 你肯定知道 这个怎么可能学不好 这孩子如果他学不好 说明他压关不喜欢 你以前给他找的补习班 音乐那种兴趣班 他全是在混的 这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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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乱说 你可不能 不能这么去怪孩子 OK OK 冰冰问这个问题 说南加大和北卡 转专业读商科选哪个 这俩转学难度都不大 这俩转业难度都不大 转业难度都不大 都不大 南加大也不大 北卡也没有读死 都不大 因为这俩的商科专业呢 在学校里边 都没有说那么热门 就说这俩学的热度是很高 本科是很高 但是这个专业热度 没有大家想那么高 这俩门口都不够 我觉得差不多 不用担心 这个家长问了很好的问题 是这样 在座家长 你们刚来直播间 咱们直播间是这样 我回 我答疑的时候呢 我一定会尽量先打 这个咱们有这个粉丝灯牌的 这个家长 如果没有加粉丝灯牌的家长 你们就 你们就点着我的头像 这个 这个这边 叫接地气 大家接下接地气 接地气的话 你的提问的话会有个信号 一毛钱 如果是海外的家长 你们没法进行微信支付 只有一毛钱 只有一毛钱 如果你们发现买不了 你们就在提问的时候 加一个海外两个字就可以了 你只要加了海外 我就会按顺序给大家回答 因为到直播后期的时候呢 问题会比较多 家长可以点一下 就点这个 我头上的接地气 加入接地气 我们听众团 这样我会有选择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回答一下 这个家长 就是加拿大高中 是不是卡分很重啊 这个问题太宽泛 你讲的是公立私立 IB还是AP学校 确实上 我们有一个学生 多伦多的 最好的女私校 就是IB系统 学校就卡分 连学校招生班都疯了 大家知道 这个学校花重金 在美国非常头部的 一个技术高中 挖了一对夫妻 做招生班负责的人 升学指导非常重要 对于高中 大家想我一个家长 交六七万家元的学费 或者七八万家元的学费 让孩子读一个昂贵的私校 我不就是为了 读个好的美本吗 对吧 结果呢 这个学校就是 也不能说他死板啊 他就是 我觉得就是脑子有病 就卡分很严 意思不苟 那你从学术严谨度来说 挺好的 对孩子负责 但是你这不本末倒置吗 你卡分卡的棉 他们学校今年录的 就一地录的非常差 一地节录的非常差 你想把孩子 卡分卡的非常死 就标准很高 所以呢 这个学校内部 都产生了矛盾 就是学校升学指导 觉得你这份的话 他都不敢让孩子 报好的学校 但学校这班老师呢 又所谓的严格 而且学校特别有意思 经常去学生 说你呢 去什么读美国 又贵 加拿大公立大学多好 大家想想啊 加拿大如果真是那么完美啊 为什么加拿大 每年大量申请工作 签证来美国工作 加拿大税高 工资低 物价高 机会也不能说少 低薪的工作满大街 高薪的工作 室友 税费太高 所以美国呢 就是更彻底的资本主义 这个能者多劳多乱 加拿大呢 是社会主义啊 就是税高 除非你是本身很有钱 把各种钱放到 房产里边 说过得很拮据啊 这次我们和同事沟通 才知道加拿大 真的是贫不上去 太大一个地方 这为什么加拿大好移民 福利你看着不错 但是呢 你如果没有很多固定资产的话 不是多二房东 活得很累 也是很累 当然你和国内和印度比 那肯定还是好很多 但是呢就属于那种 有能人意识 没法发展到你的天 因为这个税太狠了 像欧洲一样高 所以加拿大好不好 大家冷暖自知啊 我觉得相对的 相对的 看你的这个起点和目标吧 生活状态的要求 好 提醒人 不是你改 所有人都改 这个不和老师说了一半 我觉得这样啊 这个家长 你拿老的ACT 和现有的ACT 做一个孩子 考一个模考 两天两个时间 考一下 看看哪个 如果两个差不多 你不和老师的逻辑呢 或许适用 但如果这个孩子 他说 哎呀 ACT太快了 这个做题节奏太快 我不适应 我就练一练不出来 因为老多孩子 他是做题是比较慢 慢思调理的 做题快的孩子 ACT是占便宜的 ACT的题比较多 难度低 但是对熟悉程度 要求比较高 所以这俩考试呢 我觉得老师说是一方面 最简单 你考一考不得了嘛 你模考两个 这种mark exam就行了嘛 所以实践出真知 我也不能说 你孩子适合哪一个 但是千万不要说 哎呀 ACT没有真题啊 这个改考试了 你改别人也改 全世界ACT的人都改了 都是线上去考试 而且线上是 你要拿自己的电脑 到考试中去考 他给你下一个软件 去考试 可以用计算器 所以大家要知道 如果这个规则改变 所有人都改变 对你有影响 对别人有影响 这不是个事 绝对你考ACT和ACT 只有一个要素 你哪个考的高 你选哪个 这个考的高 不是真实是 你模考的过程中 如果你的ACT 一考考了1400 你的ACT的话 你对标一下 2627 你肯定考ACT啊 因为它有个对照表 大家要知道 ACT和ACT是有个对照表的 网上一搜一大把 你就搜就行了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转换啊 ACTACT 这是个好问题 这是很好的一个 很多家长的误区 给大家发一个图 大家可以去扫一下 我找一个比较直观的 大家看得比较清晰的 大家等一下 这个吧 哇 这个也不太对啊 他是这么说的 这个也错过用吧 1530以上 就约等于ACT36 1490到1580 这算一七 这算三十五 哇 这个图有点需要 我觉得不太好谱 大家等一下 我得找一个官网的 比较合适的 大家等一下 大家可以去网上看 这个我不能 我觉得他们每家的评估不一样 但是ACT的官网呢 它是有专门写的一个考文 这样 所以大家很简单 你让两个 如果孩子拿不准 年龄比较小的话 90年级啊 你两个都模考一下 把分数区 那个表格对照一下 你就知道 有一个考试明显高的话 你肯定就考那个呀 对吧 就刚才那个理论 你个子高 你1米9多 你打篮球肯定占便宜呀 对吧 篮球是谁离这框越近 谁进球的概率越高啊 非常明显对吧 Lucy这家伙伴了个问题 说ACT34 数学部分33 需要再考吗 想申请统计专业啊 你一定要再考这家照 你即使 你现在11年级来得及啊 数学33有点低啊 我觉得35没问题吧 35 36 ACT数学 比ACT稍微难一点 但是它是大量的体 而且你深的是统计专业 它会看你整个 属于专业相关的 这个ACT的分数的 ACT的报告非常的详实啊 它就会把你的STEM分数 都单独评估下来 还有你的Labor Arts 这个方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 还早了呢 才11年级 还有半年呢 考呗 34我觉得它数学33啊 你要说reading 30多 你要说reading和science比较低 我觉得可能难度高一点 数学难度是比较低的 因为它数学这块就是刷题嘛 OK 等会儿给大家看看啊 这家长说说 这家长我们理解 这家长问题说 加拿大传媒专业想留当地 我不知道 加拿大本地就业我不知道 你说把加拿大人给安排到美国 我可能比较明白 所以这家长我不理解啊 这个这个 呃 您说的这个是加拿大传媒专业 加拿大我不熟 我们加拿大学生都是在美国的 呃 加拿大怎么留本地工业我不熟 我不能乱说 我不能乱说 我给他想问 有什么付费媒体推荐啊 其实就是比较烂打尖的几个啊 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 杂志啊 你买电子版 经济学人 纽约时报呢 我以前不爱看是太左了 我觉得最近过去一两年 往回调了 他会公开的去批评一些 矫枉过程的事 之前的纽约时报非常的极端 现在还可以能看啊 呃 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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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日报 最值得看 数据 数据非常直观啊 他的新闻也更新比较及时 呃 华盛顿邮报也凑合 也凑合 亚特兰大周刊也行 但是你得挑着看 然后国内的我非常推荐几家啊 财经类的 喜欢学商家的孩子 看财新 看财新 财新比较贵啊 然后三联生活周刊 和南方周末 这是我个人订的啊 很多家长可能有更好的一些选择 纽约课呢 我是看不下去 我订了几次都看不下去 孩子可能喜欢 所以家长要记长 只要是付费的媒体 绝大概率 他只要不是诈骗的 他都会比那个不费的要强 因为他只要付费 他是有门槛的 不费的话 你像有那个脸书上啊 推特上 instagram啊 四个人就能说两句 我觉得没有门槛啊 我觉得对孩子这种阅读的提升 没有帮助 因为如果这个孩子举个例子啊 他连续四五年 一直看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 呃 这个叫 经济学人这种杂志 他兼得喜欢看 或者类似啊 同等同级别的这种高质量的期刊 如果他有这个习惯 他ICT你没有担心 他分子一定高 因为他的逻辑推理 他的写作一定强 因为他在写内写文章的时候 他言之有误 他关心时事 他了解这种分析 因为每篇文章都是一个分析报道 所以为什么报业啊 传媒这个行业有那个普利策奖 会因为一个人写了一篇 很好的一个即时报道获奖 因为即时报道特点 记者虽然是文科生 逻辑非常的严谨 他要让你的读者去信服 要用数据 要用逻辑链来证明这个事 ICT考的就是这个 所以家长 我觉得如果孩子比较低龄的话 当然我推荐的这些是比较大的一些啊 这个孩子喜欢看什么板块 你就推荐哪一部分 就是他不能说都看 有的孩子不是什么都爱看的啊 但是我只能说付费的好一点 尽量看付费的 OK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家长是 我先回答一下这些 这些咱们有粉丝盘的家长 等等一下啊 本科能申请音乐CS双专业吗 申请的时候不行 这家长知道这样 是申请的时候 你会填一个表 他会问你 一般学校问你的 美国大学很奇怪啊 每个学校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他一般会这样问 你的专业选择第一专业 第二专业第三专业 那有的大学更狠啊 你看芝加哥大学 你的专业兴趣 他会把专业和辅修都会放 就是那个minor都算 他其实在你选的时候 来评估你的学术兴趣 有的学校只给你一个 有的学校只给你一二三 所以这些呢 都是潜在专业 那我们有学生录的大学 他录的发现 他真的是这个专业 心理学 他录的不是心理学 是录的这个 整个这个这个 这个college 文理学院 这个也是可以的 每个学校政策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要理想 每个大学 他的自主性很强 他的 他完全有自己的这个决策权 那 这家长说 我能音乐和CS双生的不可以 我的意思是 你录了之后 这个因为刚才有个家长 他说 对音乐感兴趣 对理科也很好 他怎么办 我说如果这个学校没有 你想要的结合专业 你呢 就去通过你最强的专业进去 去双专业 如果你的音乐更强 你进音乐 但是我说这个强的 不是你嘴上说强 也不是你拿了个AP乐理啊 你是表演级的水平 你这个音乐特长家长 你是知道的 和运动员差不多 他就要audition的 你要把自己的这个表演的 一个视频材料 按照要求去提交给学校的 表演系是这样 表演 绘画 音乐 他都是需要提交自己的audition 就是那个彩排 也不要彩排了 就那个那个表演的sample 有的需要现场的 所以不一样啊 这个就这样 我讲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申请美国大学呢 你要用你最长的那个点 去敲开他的门 而你进去怎么读 这是你的选择 你有了门票 进去怎么玩 吃什么喝什么 怎么去用你的时间 这是你的事 你现在要的是 拿到这个门票 拿到门票 你要站的比较高 你要用自己的墙项 去够到那个门票 OK 这个家长是这样 我们现在问题比较多的时候呢 我就会优先回答 我们这个接地气团的家长 接地气的团的家长 就是很简单 家长可以点击我的头像上方 这个黄色的这个标识 有我家长不用担心 有我家长的话 这个我是在跟温信的说 就是接地气 就是你点了之后呢 你就会看能不能买 如果能买的话 一毛钱 你的问题提问之间会有个星号 如果你买 如果你买不了 你就提问之前加两个字 海外 海外就行 海外我就知道 你是在海外买不了 没事 能买的家长买一个 因为为什么 这一毛钱没啥价值 但是平台很看重 他希望你的这个直播的人 来的会员比较多 说明你的这个 就是内容大家比较认可 所以大家自己根据需要 如果你觉得讲的一般 你就你就走 你要觉得 我觉得值得去我提问 那你就最好添加一个 OK 好 就给大家讲问题 好 谢谢大家 送的粉丝盘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油管的家长的问题 油管家长这个问题 我看 这个问题好 说有些功利美高 不提供S 你去外面考 大部分功利高中 是提供 这个就是每次考试考长 这是考长的问题 他不提供你去外面考 当然有一些功利高中 他是只提供ACT 提供ACT 这个看孩子 如果你正好ACT比较擅长 你在学校考最省事 但是大家要理解 在疫情期间 我们有个家长 为了让孩子考ACT 就疫情刚开始 封的时候 美国 导致大量的这个 考点就取消了 或者爆满 这个家长在开着车 带着孩子 从北加州 开到了内华大洲 开了七八个小时 去给孩子去抢 就抢到一个考点去 我早年间 带一些美高生的时候 我早上五点多起床 带一个孩子 去考一个AP化学 因为他们需要满了 他抱得晚 就你可以刷考位的 有些偏远地区 他的考试位置 是在这儿的 是有的 这就是世代人为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要发挥这种 华人的这种韧劲 如果这个孩子 他适合考试 考的也不错 这点折腾值得的 因为这个考试 对他的加持是非常大的 虽然我不是一个 ICT培训机构 我们主要是做规划 所以这个家长 我是觉得这种 这你可以 你们学校高中 不提供这没事 你可以去找考点 这个很好解决 这家长说 大功效 ICT1510 如果低于15500 是不是对申请不利 不是的 这是相对的 大功效 1510 你要看孩子考了几次 如果他考了N多次 你花了好几千上万美元 那说明他到极限了 他说这个孩子 只是自己随便刷一刷 上课也不怎么听 或者没怎么补过 他有上升空间 没有哪个分数 是绝对的高和低 除非你是绝对的满分 但是没有几个人的满分 所以我觉得家长 看你现在 你申请大 你申请这个 你的ICT 要考几次 怎么考 其实给你看个图 这家长 我给油管家长 我给这个叫 微信家长 看一眼 大家就明显 我在说什么 大家看 这个大家可以解个图 决定考试时间 有几个因素 油管家长 你可以听一下 你几年级 对吧 你模考的分数 你的目标分数 你的备考资源 还有你的学校 整体的竞争力 如果你在一个大卷校 你在贝赛斯 你在贝赛斯 这个凤凰城 你在贝赛斯的这个硅谷 你在贝赛斯纽约 这种以考试著称的学校 你不得 你不可避免的 陷入了这种 考试内卷 因为这个学校 最上上就考试 而且私校 选拔性高的私校 他分更高 所以你考几次 什么时候考完全取决于 你所在的这个 怎么讲 你所在这个学校 你的这个竞争环境 那像我刚才讲了一个例子 如果你们学校 压根没什么人考ICT 或者考最高的人 1400多 你考1490 你就是学校最强的 我觉得别的活动 加在一起 以及你的这个 整体的profile 你不用再考高 你已经 这项已经拉满了 所以分数相对的 当然了 我对照给大家讲了 理工科 你的ICT要求是比较高的 因为这是 一个大学教授 做研究报告的时候 发现 理工科学生 平均ICT入学之后更高 而录取的实际数据 也来看到 我们文科生和理科生 比的 他同样录取到一个学校 如果你身理工科专业 你的ICT标准是更高的 因为这帮人本身就擅长 理工科被擅长推理 他就更强一点 他左脑这个部分 所以他整体分数也高 所以你除了卷学校这批人 你还要大学里边 这个同个池子去卷 所以再对家长 如果你们孩子 真的要学工程 ICT是你避免不了的 一个一个卡 要不然你就重新审视 你的选校是不是太激进 如果你真的是认定专业 你就降低学校的预期 你要 你如果是全保专业 如果你发现 降到一定程度 你要放弃 这个专业 那说明这个孩子 不太适合 不太喜欢的专业 那你就可以 调高一下学校 通过降低专业 如果像学校 好专业都占 你要整体很强强 成绩不能有短板 活动有特点 文书有个性 都不可或缺 好Maggie这个家长问的问题说 孩子想申请Life Science学科 学AB的 想请教一下 HL是不是一定要选数学 孩子想学生物化学加地理 LSL法语英文数学 我想加地理 地理你就别选HL了吧 你还是选数学吧 因为数学 大家想想 这个家长 Life Science 你就在生物化学 哪个不用数学呀 这个数据化 它不分家的呀 它不分家 生物啊 你可以说 我学生物怎么样 生物我们的学生 因为生物需要大量的统计学 它怎么着你数学 就是我觉得 你如果选SL 你选数学 有点感觉你在偷懒 我觉得你宁可把地理换成 英文都不要换 都不要留地理 地理不是个主修课 地理不是个主修课 这个是我个人建议 因为我不知道 这孩子别的背景 有可能这孩子不太擅长 那我们再定度 OK 但是我大概率 我觉得这个数学 这种大课呢 数学是无一一门 数学和英文一样 所有学科里边的必修 大家要理解啊 你在大学里边 不管学生专业 你就在运动员 大学写作两门 课你必须要上的 数学你也必须要上 当然数学 有的专业要微积分以上 有的微积分以下 数学和英文是必修的 所以你像HL的时候 我觉得你就不要 就那样想 想避开最难的 你避开的话 你在申请的时候 就会有劣势 除非你们学校里边 和你一样强的 或者比你更强的 也都避开 如果大家的不骗 你避开 刚才我给大家讲过 都和大学公布的 六个打分的这个点 其中有一个 就是你的课程的强度 GPA三单都一项 课程强度算第二项 这两个是并行的 缺一不可 有的样子说 好像耶鲁 我听那个podcast 美国的播客 他们说好像他们是一样 哈佛也是 学术表现是一样 哈佛是把SAT GPA 课程强度揉在一起的 但是他们也不瞎 他们会看 你们学有多少门一批课 你们AB一无分多少 他会综合看 所以说大家要理解 大学招生官 他就是干这个的 所有的小动作 都能看得到 我是觉得 如果想去最好的 你目标越高 你就得要求越延 没有漏洞可藏 如果你的目标 并不是那么高 咱们就说 中国流的学校 那我觉得BB也是可以的 这个家长 问密歇文大学怎么样 看谁比啊 大家再等等 过一两个礼拜 大量offer发的时候 我就给大家选 每年选offer的时候 我会有两个礼拜 四场专门帮大家选offer 那有些家长听得不过瘾 他会单独联系我们的老师 去单独去咨询 因为选校对同家 还是个大事 那有些家长就喜欢 大概了解一下 自己叫韩子的决定 所以家长进群也好 咱们下场直播的预报 还有之后的这个文章 大家都可以通过 加小青老师的方式进群 OK 那样 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啊 我直播间的名字叫 笨老师不笨 我们是美国的一家机构啊 叫引来听词引清教育 我们位于硅谷这块 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 是线上服务啊 因为我们的学生 疫情开始就大量的 从加州本土 一直拖展到美国各地啊 北美啊 这个欧洲也有啊 国内也有 所以我们现在就线上的模式 线上的模式呢 让我们能够揭示到 全美各地啊 全世界各地的这华人家长 让我们的录取结果呢 大家可以通过 我们的公众号去查询啊 我们的团队有20多位同事 有升学顾问啊 有我们的这个运营老师 还有我们的一对一的辅导老师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ICT 我们有一对一的辅导 大家可以通过 当然大家如果第一次来 我觉得你感受一下 我们我直播的一个特点呢 我不给大家特别笃定答 不是我不想给 是因为我觉得那样不负责任 我都不了解这个孩子 对吧 啥都不知道 我们有咨询的家长 我们自己的家长 好几页的材料 家长后面聊很长时间 去评估一下 我们知道能做一个决定 在直播间贸然给决定 我觉得是有误导的 我会给大家一些方向 但是我和别人的差异化 我会在你的问题里边 找到一些思考的角度 让家长去考虑一下 你有没有考虑一个这个层面 这是我能给家长的启发 我觉得家长遇到大事 孩子的教育 搬家 是不是要来美国 有的家长还问我们移民的事 这种大决定的话 千万不要冲动 大家要知道 美国有一些 讲那个决策科学的书 讲决策科学 他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 就是人有个特点 越大事 他决策事务的概率越高 买房 婚姻 生孩子 还有什么 你像孩子 孩子读书 要不要出国 为什么 大家得想想 你去菜市场买菜 你去超市购物 你去网购 为什么你就特别擅长 你知道比个价格呀 查查哪个有什么时候搞活动啊 因为你练习的频次搞 你经常去练 你网购 大家不每天在刷 对吧 你去菜市场买菜 你是不是每天特别是妈妈买 做饭比较多的 女性偏多啊 每天去买菜 你很有经验 这个菜 你看就知道新不新鲜 你看这个肉就知道 他有没有注水 对吧 你包括你有的家长 他调比较好的 有司机 保姆 阿姨的 他有经验 他一看就知道 这人干活怎么样 因为为什么 他常年用这些 这些 这些这个家政人员 所以大家要理解啊 我们任何一个人 你在一个行里边 再牛 你有知识忙去 买房很多人生 第一套第二套 你才买两套房 你怎么可能逗得过 那些卖十套 二十套房的人 所以大决定 一定要慎重 所以教育呢 是个非常大的决定 并不是这里边花多少钱 而是时间机会成本 很多孩子呢 因为家长的选择 决策事务 孩子可能在心理层面 在未来发展层面 陷入了一个 比较尴尬的境地 我之前面试过 一个申请人 我印象很深刻 这孩子非常优秀啊 他就说 他父母是来自一个 飞行县城 家里边很有钱 送到美国读私校 结果他说 他除了语言 他什么都不适应 他整个四年 是非常痛苦 孤独的过程 因为他不适应 和当地的这个 华人学生 没法适应 为什么人家是ABC 刘元生是不适应 为什么刘元生 都是北京上海来的 他是小地方 他和人讲一些东西 人家都笑话他 觉得他吐什么都不知道 那大家想 青春期的时候 谁不虚荣 对吧 然后呢 他说他是为 他后来学心理和教育 就是因为他觉得 他这帮孩子 需要被关注 就是父母在大事上 不参考孩子的意见 不做足够的背调 就听这个听那个 坑内下给孩子 一个大决定 孩子未来四年的生活环境 非常的尴尬 所以大家经常在 直播间里面 有些家长问我说 爱说本老师 我们孩子要不要转学 十一年级 十年级要不要转 我一般建议不转 但是我现在会加一个前提 我说如果你们在 孩子学校里边 被欺负被剥离了 或者在里边 精神状态特别差 都已经影响身心健康了 别都是浮云 转 树挪死人的火 所以为什么 我在直播间里边 说话不那么笃定 大家看我有个问题 有时候一个问题 回答十分钟 我就是在不断的成长 我的成长 就是会更多的共情 一些我不知道的情况 因为你不知道 问这个问题的家长 他面对是什么 所以大决定呢 大家一定要多做调研 你多听 不要听直播 看我们过往往的文章 上网自己查一查 一些资料 多对比几家 兼听则明 也不能只听我的 所以我的问题 我的这个回答 往往是给大家一些线索 大家去看 好 给大家继续 怎么突然加拿大的一拨家长 难道是我们自己的加拿大家长 给我正要推荐客户吗 我感谢 这个很多加拿大的家长 加拿大的家长 这些家长 我看我先回答我们粉丝团的问题 大家稍等一下 提问的家长 如果你们没有买粉丝灯牌 你买一下 我现在问题多的时候 我会优先回答粉丝灯牌的问题 大家可以点一下 这个接地器 点一下 如果你点之后 发现没法支付一毛钱 买不了 这个买不了 这个叫粉丝牌 你就 你就说 你就打两个字海外 你就心会要打一个海外 如果能买 你就买一个 尽量 这样会有显示 这样会显得我们粉丝团 人气比较高 然后平台会多推流 我给大家就实话实讲 好 谢谢大家 送粉丝牌 买过家长不需要买了 买过家长就买一次行 很多家长也是不断的买 没必要买一次就行 OK OK给大家看看 哦 这个风 我给您回答 你可能 你可能看到了 加拿大传媒商业 你是 我不知道 加拿大当地就业市场 我零知识 美国就业市场 我非常熟 我天天和这数据打架道 我们天天写文章 和家长沟通 加拿大我不熟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 你问了好几次 我知道了 我回过了 可能你那时候出去了 我刚才回过了 我不熟 我真不知道 加拿大本地就业市场 我一无所知 虽然他讲的英语 和美国是一样 但他还不是美国 我真不熟 我不能乱讲 王红志 我们老听众 说广州国际部 11年级托福95 怎么备考SAT 托福95 确实没有那么高 但是我觉得 你备考 强话班 去找广州本地 不要去打机构 找一个中小机构 口味特别好的 去试课 找一个强话班 孩子架齐集中组 因为这孩子托福 有点吃亏 我觉得托福 两边都在坚固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因为托福 对于国际学生来讲 非常的重要 它是一个门槛性的 ICT实际上是一个浮动 托福有些学校 不到110的话 他都不看 为什么 国内分数的话 这个内卷太厉害了 就这个inflation太高了 就这个分数通胀太厉害了 特别是托福 刷的都特别高 不管什么方式刷 所以这个家长 咱们这王红这老听众 你不需要两个分开组 这两个不一样 我觉得你假期的话 集中在刷题上 因为你在广州 那边国际部的话 出国的录取结果 本来就一般 你还是把变化给提高 课外活动的话 往后课 对你来说当务之急是这个 好 油管让我看看油管的问题 大学学这个天 这个航空航天 Aerospace的话 高中选课要注意哪些 会不会对ABC 还有其实和限制 这家长不对 你怎么会有限制 这家长 你是不是在国内 你是不是在美国 天上开微信 天上开抖音 美国怎么会有歧视 有歧视我承认 哪时候有 但是亚裔 我觉得你那个州 除非你的州都是白人 红博子州 反正我在红州也住 加州我也待过 没歧视 怎么会歧视呢 周围这个家长 我觉得你大概率是在美国待久了 你看很多那种 抖音 微信 或者是油管上一些宣传机构的文章 你都在美国ABC了 你搞七 你问孩子就行 七不七 这孩子就知道 不会的 不会的 唯一有限制呢 是国防妻子 国内的七所 那个国防科工委下面的院校 北游啊 应该是南游 西北 反正我不太理解了点 国防妻子 大家可以查查 这些学校是哪 是没法申请美国大学的 没法申请美国的研究生 他们的那个是有限制的 这个是确实有 川普那时候搞的 你说这个没有问题 你是ABC 你是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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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 其实你告的 往私立告 绝对没问题 OK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说 ICT阅读七百九 哇塞 这么高 这孩子啊 哇 刘和这家长 这孩子 ICT 哇 阅读七百九 接近满分 数学 别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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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够了 够了 够了 你这分抄了 抄了 你身CS 你路不路和这个 没有关系 你这个已经翻篇了 我给大家模拟一下 如果你身上 多个大学的CS 你的GP已经是五分了 你的ICT也是五分 对吧 推荐性我不知道 很多华人小孩 推荐性不高 因为上后不能说话 老师根本不了解你 你可能三分四分 对吧 你的课外活动 如果你就是随便 搞搞竞赛 没啥特点 两三分 对吧 你的文书 天天讲 你怎么用计算机 解决一个问题 烂俗的这个话题 两三分 你可能分手你比较吃亏 所以接下来知道 任何一个大学 你的GP ICT 它是一项 过了就过了 你不需要无限的 把精力浪费在那个地方 就还是一句话 给大家一个最直观的例子 你去 你去这个 你去招聘一个工作 他如果说本科学历 必须的 研究生 prefer 你已经研究生了 你在读一个博士 对你录取这个工作 没有一毛钱关系 而是你对这个工作 过往的相关经验 是有直接关系的 最佳一要理解 过了就过了 这个不要翻篇翻篇了 对 国内 国内还是美国的ICT培训号 好问题啊 咱这边是美国的家长 国内还是美国的家长 我告诉你啊 怎么讲啊 ABC的孩子 母语不是中文的 美国培训号 解题思路合理性更强 国内的家长 国内的孩子 母语是中文的 国内的好 为什么啊 国内有一些特殊的资源 它有真体 非法渠道的真体 美国是买不到真体的 你能找到在论坛上 但是它是不可以公开售卖的 这是违法的 国内可以 大家要知道啊 当年我考过GMAT 大家知道GMAT 在国内有个当年上古时代啊 我们那个时候 比较有名的一个培训师啊 姓管的那个老师 也是新东方的这个老员工啊 他专门做GMAT这块 大家知道当年 后来他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他成了这个 所谓的这个什么 GMAT教父吗 当年进考场 带着真空摄像头 去拍人家提的 你以为为什么他有真体啊 去偷拍的呀 以前都是这样 所以有些东西你不能深挖 深挖的话全是坑 就全是搞这种小动作 所以你说怪不得中国学生考到 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也不理解啊 为什么国内我们很多 我自己的朋友啊 我们自己带的学生 他英文不行 但是他GRE考那么大 像美国人GRE都考不高 为啥你知道吗 因为国内有真体 200套基金 我那个手上200套基金 阅读题 你只要全背下来的真体 你一看 你考试的时候 你只要碰到了 你就会 因为你不需要理解这个题 你就背答案就行 当时我也看过 我也背过 很多年前 我发现 但是我没记住 我记不住 我记不住答案 我看了题我认识 但答案我没记住 特别尴尬 所以那场考度不好 所以大家要理解啊 国内就这点好处 你不要以为国内 平均机构多牛 他适当地多别点单词刷题 他最厉害的是真体 他有真体 美国是模拟题 但是国内 美国家长呢 如果你们 国内有朋友亲戚 你们或者在淘宝上 淘宝也可以买 你们买一个真体也可以 你们自己用 这个我不管 我也不知道 我只说告诉你 这个渠道 可以去搞到的 这个真体有什么好处呢 练的话 确实比较顺手 和真实的题的难度 因为它是真体嘛 而且ACT比较懒 你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ACT 1600改2400 2400改1600 人家有改线上吗 这个机构太赚钱了 它就嚣张到什么程度 它经常用重复的题 经常用重复的题 而且有时候会漏题 所以很多问题 导致它不得不改变 不得不改变的话 它会失去公信力的 所以ACT的话 稳定性特别弱 ACT确实稳定性比较强 ACT这两年的话 过去这么多年 没怎么变过 因为它题库的话 它经常更新 它不偷懒 而且呢 它的考试 它的模考的成绩 和真实考试成绩的 相关性特别强 特别强 而很多ACT的小孩呢 有差别 特别是在转换考试的时候 所以呢 很简单 大家去考一考 大家让孩子去模考一把 不就得了吗 OK 给大家接着看啊 多大的好转专业吗 这个加拿大的 这个多大好爆转 加拿大整体不是那么好转 而且它是考试的 它一些任务专业 需要单独的考试的 反正这我不知道不全啊 加拿大的 因为我的学生都是深美本 我们有深加拿大的学生 美国本土的 他们都是另外几个老师带 所以我不能乱讲 但是美国 加拿大大学转学的难度呢 绝对比美国高 这个我是确认的 谢谢家人的礼物 谢谢家人的礼物 OK 给大家接着看啊 这个家长讲的 CMC是 Claire McKenna吗 是那个文理学院吗 我觉得ACD所有的大学 他只要说你可教可不教 或者必须教 那你就得提交 那基于这个条件 我是建议啊 你都要考 不能说有帮助 它是评估的一个单项 一定是有 反正就记得一点 理工科专业 ICT你的要求分数更高 理工科专业 包括工程 包括理科都算 曹雅杰你好 雅杰你好 没读错吧 应该是雅杰 对对没读错 OK OK给大家看 好给大家接着看问题 大家对大家没有 没有加粉丝灯盘 粉丝灯盘 因为问题比较多的时候 我就只能优先回答 粉丝灯盘的家长 大家就可以点 如果想提问的 不提问的话 不用买 我知道很多家长 默默牵水支持我 如果想提问的家长 你们就点这个头像 我通常上面这个接地器 加个接地器 这样的话可以知道 然后想进群的家长 不想进群的家长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不管是咨询 还是去关注我们之后的 这个内容干货分享 大家都可以通过 这个添加小青老师的方式 进入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家长群 我们家长群 OK 好 感谢油管家长 油管家长 这个感谢你们的 这个问题啊 和互动 非常感谢 好 这个家长问了个问题 我一会给你回啊 周围这个家长 对油管家长 你们记得一点啊 我直播只是说 定期冒个泡 给大家留 录过的家长呢 一些印象 油管家长 你们既然在油管 你们有100多期 免费的讲座 涵盖了这三四年 所有你们关心的 大费申请都在上面 所以你油管家长呢 你们就放心的 去订阅我们的频道 去观众我们的频道 去看往期里边 你最感兴趣的 我们的封面 非常的直观 有大字啊 非常大的字 咱们这个微信的家长 如果你们能看外网 你们能看油管的话 你们也省了 买课的钱了 里边有几百个小时的讲座 都是有具体的专题 只有45分钟 有PPT 所以内容内容 比较清晰啊 不像我直播的话 内容比较散 随着家长的问题 做影响 你们就可以通过 去截图 添加我们的小青老师 去要我们的油管链接 油管链接也在 我们有大量 这种非常有价值的讲座 特别是针对一些 现在已经十一年级了 家长就发现 时间不在我这边 需要这个 做的事很多 ICT没有考到理想的状态 下校呢 在等结果 然后呢 孩子目标也比较大 学校今年录取一班 那这些因素都会影响 所以家长的话 我建议啊 你不要 我们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团队特点 我们是比较有耐心 我们是会慢慢等着 大家来去自己评估 自己做调查 自己觉得我们是不是 你要选择的机构啊 或者你压根不需要机构 所以你们就放心进去 我们群里边只会 给摸摸给干货啊 OK 其实给大家回答问题 9到12年级 阶段学术补习的费用 每年大概多少 私校和公校差别大吗 这个我没法比较啊 因为每个孩子的 家庭情况不一样 有的家长呢 他是比较上课 上课就比较便宜 一对一就比较贵 这个取决于孩子 有的孩子呢 他可能从小就补课 一度补到大的 我们这有 我们有一个家长啊 这个也是很 很舍得给孩子花钱 这个孩子呢 他不适合学习 他就不适合学习 但是呢 家长又很希望 还读大学 这个孩子每年 在我们身上 花的补习的钱 比规划的费用还高 很高很多 他只能一对一 但这孩子很努力 就成绩保住了 基本上B左右 有个别是A的 很不容易的 因为这孩子 不适合上学 大家不要以为 A那么好拿 大部分学校里边 学生平 大部分学生是B的成绩 他不是A的成绩 对吧 所以这个家长问你说 补习费用因人而异 有的孩子一分钱不花 整个高中四年 他不但不花钱 他要挣钱 他出去给别人补课 一对一 所以我不知道 你说公校私校 我觉得普娃的理 咱们讲普娃 公校私校 我觉得差不多 因为私校呢 他没有那么多补习资源 你还是外面找 补课的费用 取决于你家孩子 过去补课的记录 出生高 当然出生比较混 高中的话 你能是个分水岭 九年级开始 孩子学的比较吃力 补课比较好 补课是最最直观的 学校成绩是第一位的 ICT是其次 因为ICT你就算不教 有些学校还是可以录你的 如果你学校成绩都垮了 就彻底写赛了 你选择空间就更少了 对吧 当然有一些孩子 他在比较竞争性 比较强的高中 他成绩低点没问题 因为学校整体特别强 每年录30%的这种 前二十疼校 所以因而异啊 在班没法给大家具体的结论 好 借给大家看 稍等一下 是吧 加拿大是这样 对对对 等会儿 洒脱1560 哦 SAT在国内叫洒脱吗 我第一次听了 这么炫酷的名字吗 我又学了新名词 SAT叫洒脱 我第一次听说 OK 1560我觉得没必要考 这个家长1560没必要考 没必要考 没必要考 OK 给大家看这问题啊 我先看那些粉丝牌的家长问题啊 大家等一下 我回来 如果有时间 我再看大家的问题 OK不用考 OK 2024年暑假 七年级啊 今年暑假七年级 五岁的娃 嗯 回国找个大功力 啥呀 五岁的娃 我没看懂 暑假七 五岁的娃 俩俩孩子们这事 大家不要着急啊 如果你的问题没有达到的话 大概率为你可能没有加粉丝的朋友 我先回答其他家长的问题啊 然后回来我如果来得及 我看大家其他的问题啊 抱歉抱歉 我先看这个粉丝 OK 这个老听众我多说几句啊 这个家长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在国内收入怎么样 心理自由指引啊 你要是将来 你这个将来要移民的 因为你可能有绿卡啊 你既然要来啊 如果你有绿卡 你可以研究这边职业规划 来这读个硕士 和孩子一起读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会很赚钱的 给大家看文章啊 油管家长 你们可能在 如果你们在群里边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文章啊 给大家看我们上个礼拜 特别特别火爆的一个文章啊 就是Indeed 全球最大的招聘网站 公布的一个数据啊 就是2024年最好的十个工作 十个职业啊 非常的吓人啊 我们按照平均信资啊 这个是平均工资 不是中文艺术啊 是平均工资 油管那个油管家长 你可以去截图这个 和小青老师这个文章啊 精神科医生 平均年薪25万8 信贷员啊 做贷款的 房屋贷款的 19万2 医疗主任啊 就是在医院里边 医疗企业 这个组织里边的管理工作 精神科职业护士啊 就是执照 那个职业护士 13万8 高级工程师 数据工程师 紧退休啊 税务经理 律师 精神科 大家看没有 这个前 前十的职位里边 有三个 精神科的护士 精神科的职业护士啊 和精神科的医生 所以呢 这个就不幸严重的 我在 我在这个 我之前有个短视频 我说美国有个 最招养的产业 就是心理方面 心理和精神科 就刚才中文翻译 叫精神科 心理咨询师 一般硕士就可以 你当有读的 十几小时 你要当心理 心理学科的护士的话 你要多上一些课 多读几年 这个加上 你是做心理方向的 我觉得美国的市场 空间更大 咨询费更高 一小时的话 上百美元很正常 你一天工作 五个小时 对吧 你自己开个诊所 供不应求 而且你会讲中文 大家知道这个华人 华人群体 讲中文的群体 在美国收入相当的高 而华人群体呢 对这种心理咨询呢 又是非常的排斥 觉得这种有病 但那市场增长潜力 非常的大 虽然这个背后 是无数家庭 这种纠结和 和那个 和难受 但是有病难用的治 物质发达之后 互联网的兴起 造成了大量青少年 心理疾病 而这个 疫情 加剧了这种 所以大家不要淡化 如果一个孩子 游戏成瘾 心理疾病 游戏成瘾 然后呢 这个购物成瘾 所有的就是 现在太容易 把你给定为 成一个心理疾病 所以我多说几句啊 因为心理学这个 我之前有短视频 就讲这个 美国的照样产业 结果今年的报告 直接出来 就验证了 前十个 平均工资最高的职业里边 三个就是心理的 而且三个输入不一样 精神科的医生 精神科的职业护士 和精神科的护士 都是十几万网上 这三个区别在 他的教育周期不一样 精神科的医生 教育周期最长 学历要求最高 你没必要 我觉得做生意 做的好呢 就是你的口碑 你像我们有家长 我们推荐一个 做心理咨询的 一个华人医生 你根本排不上 他不接是病人 因为他已经满了 就是每个礼拜 他病人都找他 一次聊一次 几百美元 对吧 所以大家要理解 这真的是一个 时代特征的 照样产业啊 给大家看一下 问题啊 大家等一下 我这家长问了一个 非常难度大的问题啊 说请问一下 普林斯顿数学专业的申请啊 你申请普林斯顿 不管是英文专业数学专业 难度是一样的 成绩毫无瑕疵 你的学校过去 最好是要路过普林斯顿的 然后你的IC系呢 我觉得你数学专业 1560网上吧 1560网上 你要上学校最多的一批课 学校里边俱乐部 你不能弄几个leadership 不弄的话 你你数学奥数 进不了国家队 你得搞个科研吧 至少一两个科研吧 而且这科研不是华强买的 是你自己做的 就是除此之外 你可能还有别的东西 你的文书要使得特别出台 不落俗套 啊 这个普林斯顿可不好录 我们录MIT 我们普林斯顿很少录到 为什么 我们其实那天 和我们同时讨论过啊 就哈耶普哈耶普 就对普林斯顿 完全是另外一个存在 哈佛和耶鲁是两个互相竞争的 很多孩子身的耶鲁 就不身哈佛 因为他是互斥的 在早生阶段 普林斯顿很特别 其实普林斯顿和MIT的 这个对冲比较大 MIT和那个Stanford 有点对冲 但是往往具备深情 普林斯顿调教的孩子 会深MIT 就MIT在华人心目中 跟这个高薪 明星期有直接关系 但是普林斯顿科研实力非常强 说到这儿 给大家讲一个题外话 我最近在看一个 一个视频 也一个文章 也是同行吧 一个媒体号 说有一个含义的 普林斯顿学生 集团级专业 说就说自己 普林斯顿毕业了 投了100份简历 只拿两三个实习 还拿不到offer 是个实习而已 结果呢 这个作者就比较严谨 深巴一下 说这哥们呢 后来也说了 他自己就有点后悔 他也挺真神的 有小孩做博主 他就分享 大家想玩了 这世界这么卷吗 但我们接触的就业市场 不是这样 我们伯克利的学生 就是之前直播里边 经常来和我们一起的 人家伯克利毕业了 双专业也不是个特别聪明的 孩子就比较努力 人家毕业就马上拿到offer了 还能挑呢 而且在去年特别难的时候 大量裁员的时候 没有那么难 后来这个文章的作者呢 就深发了一下 大家知道是什么 这小孩在普林斯顿打游戏上瘾 就是你进了大学 有一些时候 大家要理解啊 MIT毕业率98% 普林斯顿应该在95%以上 越好的大学 他的毕业率越高 因为他的选拔门口足够的高 不会有混子进去 不会有落网之语 所以这个原因 所以美国大学 你说宽进延出 还是严禁宽出 看学校 越好大学 越是严禁宽出 越难度 录取门口 越低大学 越是宽进延出 为什么 他其实门口没有变 不是 他的毕业难度没有变 是门口高低影响了 你这个池子 对吧 就像在座家长 你如果咱们举个例子 当年咱们去 Dating 咱们去约会 咱们去相亲的时候 如果你的门口色特别高 我必须要女的一米气上 高学历 贤惠 贤惠 懂我 什么的 一堆 你啥都找不着 但如果你说 是个女的就可以 只要是没结婚的 那你路不就宽了吗 所以大家要理解啊 普林斯顿 他们年有毕不了业的人 也有混的 为什么 这个人可能在高中里边 是绝对的牛娃 但是他到这里边 这里边高属林立 他丧失了斗志 或者去了之后呢 发现我进了普林斯顿 我就放开自我 随便玩 也不找实习 也不做科研 那么多资源就浪费 每天就上课大卡 回里打游戏 他肯定找不到实习啊 大公司都是好 你学CS专业啊 你虽然是名校毕业 大家就去看你 人家一看你的实习 零 你没有任何project经验 你那research经验都没有 人怎么录你 结果后来这个作者 就深挖 发现他的link in 这个小孩的领营 领营的页面 就是大家照美国找工作 都用领营了 啥都没有 啥都没有 就有个普林斯顿 另外一个印度小孩 和他同届的 人家特别丰富 两段科研大学里边 好多实习 还做项目的 你能比吗 所以大家理解 有些新闻呢 是贩卖焦虑 但是你要深挖 为什么 个体的原因 往往是主导 任何一个大学 都会出人才 都会出一个 未来影响世界的人 只要是个 有没有移动的大学 任何一个大学 都会出渣子 这些渣子呢 不是自人的原因 就是精神方面的原因 这些渣子不是说贬义 就是他们没有适应 那个节奏 放弃了自己 我觉得这种好的需要 你能进去 作为亚裔太难了 你抱点天物 浪费父母给你提供的 这个学费也好 接费也好 我觉得这是非常 可耻的一个事 但如果这个孩子 是因为心理疾病 被父母给鸡挖鸡的 到那个地方 他压根不想上大学 这是父母的问题 就父母等于是 求垂得垂 你觉得把孩子 送到一个好学校 就完事了 后面的坑 等着你去挖 我们自己就有一个家长 我其实当年 真是这个孩子 和我也是非常有共鸣 这个孩子真的是不错 进了一个不错的学校 这很可惜 读了一半不读了 就不读了 估计要创业 结果国内又是疫情 他做的东西就比较虚 很惨 我时不时的 之间和家长有联系 我觉得很可惜 这孩子 孩子很不错 很优秀 你想我比他大那么多岁 我们聊的还很开 聊一些国家局势 什么什么 什么国际形势 他很喜欢学国际关系方向 但是后来就是身边这个朋友 不太靠谱 一些富尔代 有私人飞机那种富尔代 孩子就跟着飘了 他身边朋友飘 他觉得我和他没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 将来人生选择没有他那么宽 他们可以随时躺平 你不可以 所以我现在就多说几句 我最近看那个新闻 那个视频 就普林森大学 那个小孩CS没找到工作 所以大家不要被这种题目所误导 你要看看这小孩找不到工作 是因为死灵 是他的原因 还是学校的原因 这个小孩摆了这边自己的 他后来都也成了 打游戏成瘾 但又是不太打游戏 我们在硅谷接触好几个 斯坦福毕业 啥都干不了了 整个人就废掉了 就是去了话 没有调整好自己 选择专业不合适 或者是在那里边就浪费时间 啥都没做 公司也不傻 你以为是斯坦福的就要吗 除非是诈骗公司 需要你的名字去干嘛 对吧 我给大家接着看啊 刚说了点多抱歉啊 等会儿 谢谢木槿老师 谢谢木槿老师 等会儿给大家 买不了没事啊 买不了这个粉丝牌家长的 你就直接说海外就行了 两个字啊 非常简单啊 老师说对于SAT的这个 考试有限制 没有限制啊 没有任何限制 学校我印象中 唯一要SAT提供每一次 考试成绩的是 乔治城大学 是排名前25的那个 位于华盛特区的 乔治城大学 如果你不是非要 这个学校也没有说据你 他只是说 我要你提供每次考试成绩 他会说明他考虑 你每次成绩的表现 只此而已 其他学校都没有 你教最高的没事 你又教最高的就可以 而且都自己填的 路里之后再提交一个成绩 怕你造假 所以这加上 你考多少次没关系啊 但是我是觉得啊 你考五次就是半年多 我觉得没必要 如果没有准备好 多花时间准备 磨好的成绩和真实考试差不多 你考那么多真实 你考那么多真实的考试呢 除了费钱就是费时间 还在当务经历 我是觉得呢 不做 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如果孩子没有准备好 你就晚点考 没必要 我觉得三到五次就可以了 一般我们孩子考三次 两三次差不多 三次其实居多 三四次特别多 因为你发现有些孩子 考到后面是越考越低了 他自己都受打击 但是很多孩子 我说实话啊 美国长大的孩子 如果成绩不高的 他会受打击 他就不愿意去 走出自己的输出圈 他反倒就是缺乏父母那一带的 那个刷题那个劲吧 因为美国教育 确实不太讲究刷题 OK 给大家看 一 对 10043 OK 感谢张老师提醒 对对对 很善良这些 这家长应该问的是推荐信 美国前三十的大学 老师建议 你说的是有推荐信 不是文书 这家长问的是打错字了 不是我建议 大学要求一般是两个 有的学校会要额外的 一般两封是基本条件 两封学科老师 加一封这个 你学校的counselor 升学指导 如果你是国内的学校 可能就是班主任干这事 但是国内推荐信 都是学生给写完了 盖个章 或者老师给签个字 不是那么有重要 大家要理解 国内除了那些头部的国际学校 或者国际部 或者是外籍学校 大部分推荐信 没有什么太大的实用价值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 你们是自己写完老师给签字的 你能看出来的 对吧 因为很多体制内的老师 他英文都写不了的 所以大家要理解 美国的 咱们美国本土的家长 你们孩子推荐信非常关键 当年哈佛打官司 和华裔那个考试 公平联盟 正义联盟打官司的时候 一是一叫什么 地方法院为什么判 那个华裔组织输啊 就是因为推荐信 就会发现华裔的分都低 这个推荐信不是哈佛给的 是这个不同的亚裔 在不同的高中 他老师给的 就说明这些老师 对亚裔的这种 刻板印象非常强 这边刻板印象 来自于这帮孩子的表现 他上后他就是不怎么回答 老师根本不了解你 不那么搜索 压一光自己刷题去了 所以大家要理解 我们一般帮孩子 一些我们冲 顶级私校的这些学生 我们会评估他们推荐信 我们就知道这个孩子 他和老师的互动 约了约孩子找推荐信都费劲 还有一点啊 大家知道 前他这里边很多公校 公校是 很多公校是不要推荐信的 加州大学都不要推荐信 他都不要 他什么时候要呢 如果在确定 录不录你的这过程中 他在纠结 那个伯克利经常会发 发一个邮件 通知一些申请人 说我希望你能提供 推荐信 就说明他在录和 不录你那些纠结 这个每年我们都会遇到 那这个时候是有证 现在大部分的公校 经过疫情之后 他都不要推荐信了 所以在那个家长问的 前三十 前三十里边好多公校 所以私校一定会要的 私校非常相信推荐信 因为你说的是一套 这个教授说的另外的 大家稍等我两分钟 我活动一下 我一会儿再回来 给大家答案问题 今天我二十分钟之后下播 我剩下来给大家 接着回答问题 我给大家发一个 这个直播 好 大家稍等我一会儿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whoever 感谢观看 感谢大家的新等待 感谢大家的等待 这个中间出去休息一下 因为前两天看了个视频 说这个久坐和比吸烟还多 这个心血管疾病致癌特别多 因为很多家长在听直播 可能是躺着走路 如果再做家长在屏幕前 你和我一样久坐停 千万别 一定要站起来 大家可以上网查 很多研究证明 这个久坐对心血管疾病和癌症 这种会有非常大的催化作用 就是久坐 就是一定要45分钟起来活动活动 就能站着别坐着 坐着最危险 因为你这个坐姿呢 对这个血液循环 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我以前直播一下 三个小时 我先想想真的是后怕 而且就是 这个现在 当然更对不起那些 在做听我 听我讲的家长 如果你也是坐着 就是大家能站 定起来 一定要站起来走一走啊 当然很多家长 办公室工作 你不可避免的做 做没事 你就不要连着坐 要走一走 活动一下 真的是有关系 好给大家接着看啊 还比这个家长 说美高 AP没考好 可不可以不交 没辈儿 没事没事 随便交 随便不用交 不用交 AP不用考 你就不用交 没事 但是你最后录取的时候 他问你考过几个 你其实不用交 你其实不用交 他不是强制 你一定要交的 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但是属于一个 大家都在操作的灰色地带 没事 我们每年有些学生 他也不交 因为他确实成绩不高 因为不高的话 他也不会有恶意揣测 他就知道你考的不一般了 但是你教的成绩 将来可以读大学的时候 转学分的 可以转学分的 这个是省钱的 省不少钱 特别读大工校 你这AP一转 哇塞 你三年毕业 两年毕业 省一半钱 对于很多家长 经济比较吃力的 都挺好的一个事 OK OK 大家接着看 文章说 ICT考试没有次数限制 随便考 随便考 没有任何次数限制 它有时间的限制 大家知道在硅谷 一些比较 华人比较多的区 或者洛杉矶 尔湾那边 你要报完了 你都没有考点了 你都考 考场都满了 就他考的人太多了 因为就算学校本身办 他也不是名额那么多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 很多孩子说 等到最后 你千万别 你要报的话 提前报个四五场 我们很多学生 就是底子比较薄的 我们让他提前 把什么三月 五月八月 十月都一块报上 先占个坑再说 你可以将来取消 那点钱都不算啥 要把机会留给自己 要把机会保持住 你将来考高了 满意的 你可以取消 不就费点钱吗 对吧 所以家长一定要知道 提前约 要不然你将来都要开车 甚至坐飞机 当然开车比较多 坐飞机的夸张 你要去外地考 你要去外地考 所以我觉得 这种简单的工作 父母要做操心 孩子这个时候 一般不靠谱 都忙忙学习 或者是从小 你们给代办比较多 好 Emily说 ICD 那个题 我现在还有十几条信息 快快 我问完了 那些家长 如果你们的问题 没得到回答的 你们去加粉丝灯牌 加个粉丝灯牌 加个粉丝灯牌的话 这样的话 我会看到 如果问题答完了 粉丝灯牌 带粉丝团的家长 问完了 我会往前倒 之前的问题 大家不用着急 有个优先级的 但是一般能答完 今天问题没有那么多 OK 接着给大家看 这就是海外的家长 如果是海外家长 你们加不了粉丝灯牌 你们加不了的话 你们就直接 打两个字海外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这就是咱们的暗号 我就明白了 ICT ACT 几年级考比较好 是不是十几年级更好 接近深情级 不是 看孩子 大部分孩子 我们是建议十年级 开始准备考 十年级的暑假 上培训一下 模考一下 十几年级的暑假 开学之后考 为什么 要害孩子 我还是那句话 ICT考的时机 取决你的数学 包括ACT 如果你上完了 LGB II 和Triconometry 很多学校这两个课 是一节课 你是具备这个数学能力的 然后你暑假 稍微培训一下 集训一下 或者是自己刷刷题 你考 你就知道你在什么水平了 十一年级 在准备有一个弊端 当然很多孩子 就十一年级开始弄 就是你会比较慌 你把所有的活 都凑在了十一年级 咱们这个 下周这个预报 咱们周五的 周五这个讲座预报 给大家再放一下 周五的这个预报 是 你就知道为啥了 这加上我说 十一年级考试不更好 大家看 周五两天后 两天后同一时间 给大家放的这个讲座是 应急方案 2024暑假安排 应急方案 这说给十年级 十一年级的孩子听的 这加上你想想 你十一年级刚好 如果孩子一步到位 考得特别满意还行 如果他考得不满意 发现自己比想象的成绩要低 你不但是面临着 你十一年级暑假 你知道有什么吗 你要做客户活动吧 因为你之前的话 可能啥都没做 会做得很水 你十一年级需要一个 和专业相关性 比较大的活动了 对吧 这是你最后一个暑假 可以展示自己的 你十一年级的五月份 你要考好多AP考试吧 你是被考的时候 你没法弄ICT 对吧 然后呢 十一年级暑假 我们的学生 十一年级五六月份 开始弄大学申请文书 五六月份 还有更早的 当然跟的比较久 他就弄的比较早 大家想想 你所有的事在一块 孩子心态就崩了 我又要备考ICT 我要考AP 我还要准备大学申请文书 我可能还要做下校 就是要去参加下校 你是不够的 十一年 十二 就是十二年级上半年 是所有高中生最忙的一年 因为他要做大学申请 他要填饱收集资料 选校选专业 文书的构思 文书你别看 六百五十字大文书 孩子和家长 投入大量的心血 为什么 这个太重要了 他们很紧张 所以他们花大量的时间 精力去讨论 我们在 我在去年元旦那天 我和另外几个同事 我们哪有新型跨年 有几个拖延症的孩子 我们到最后一刻 都在给他改 就是我们 那帮孩子暑假就开始 但是呢 完美主义 各种催 当然了 孩子有时候也拖 更重要的是太忙了 十二年级上半年的成绩 很多时候大学是要看的 如果你不是ED下车了 他一定要看的 RD的学生要看的 所以这下说 十一年级考呢 我觉得十一年级出分是可以的 十一年级再去考察 这个考试成绩呢 我觉得有点太晚了 你太被动了 你的时间都凑一起了 太危险了 就你会发现你压力太大 就应接不下 就是都凑一起了 那你什么都顾不上 所以大家要知道 咱们古代有个成语叫 破釜沉重 对吧 破釜沉重如果在创业上 在做事上 那是个最坏的结果 因为你没有后路 当一个人没有后路的时候 他的心态不是说孤注一致 他会表现非常差 所以所有的运动员 表现时候最佳的 就是比赛时候最佳的状态 实际上就是说不紧张 平常心 大部分人紧张 或者压力之下 状态会差的 电影里边 影视作品里边 小说里边 那种所谓的压力之下 爆发奇迹 那叫影视作品 那叫fiction 那是虚幻的 人在高压之下 表现会差的 练设计的家长知道 你的心跳都会影响 你的精准度 所以你参加过设计课 你就知道 你要怎么去控制 你的心跳节奏 压力 人在压力之下 不会表现正常 一定会有问题的 我接着给大家看 大家稍等一下 我这又放点 虎妈 这点老听众 虎妈 我记得你有粉丝盘 怎么没了 我记错了 说这个九年间 十年级开始准备 数学 跟你数学有关 如果您的数学 已经是上的比较快 你九年级就可以准备 但是大家 我不建议大家 花好几年准备 没有意义 如果孩子 英文上的比较容易的课 数学也没怎么上 你等到数学上完 有些孩子 十一年级 为什么滚没考试 他数学压根没上 他十一年级 才开始上LGB2的数学 其实数学是比较弱的 或者他之前不知道 选课选回去 就是没有跳课 那这种孩子呢 你提前准备 没有用浪费时间 你等到十一年级 暑假集中去培训 这种孩子是建议上强化班的 因为他基础比较弱 起步比较低 所以因人而异 家长是这样 这种大的决定呢 我建议你们去咨询 咨询我们的同事 我们不管是你们需不需要买 我们一律一的课程 关于这种考试的时机 我们同时都可以帮你解答 大家可以去添加这个 小青老师 可以弄 然后解一个图 回头去联系小青老师就可以 OK 然后这个油管家长是这样 然后这边有微信的家长问说 我们也可以看外网 为什么不给我们看 你们的油管频道 来给你们看一下 对你们也可以看 那样你们就可以不用 花个时间听直播 因为直播的内容 相对比较散 和家长的时间花的比较多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手机文件 手机相册 大家稍等给大家放下 稍等给大家找一找 我们的油管频道 在这 在微信直播间的家长 如果你们能看外网 或者你们就在海外 这个特别方面 你们就在油管上 搜引擎教育 引来听此引擎 我们有178时期的讲座 这是之前的一个图 大家可以在里边看 而且我们的这个subnet 我们的封面做得非常的直观 就是一个眼 就是让大家能够赶紧导航 找到自己适合的内容 不同年级适合的内容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 OK 好 给大家请问回来 谢谢张老师 谢谢张老师的提醒 谢谢 谢谢张老师的提醒 Alex 这根是我们老听众 金工硕士哪个学校好申请 毕业后容易工作拿绿卡 好申请的就业未必好 你都学金工了 这方面 这个家长应该知道 如果孩子是底子比较薄 我觉得最好深的 可能是哪个 哎呀 就是那个穷人的哈佛 有一个话 叫啥来着 在在在那个 纽约州里有一所 在纽约市里的 等会儿啊 等一下啊 家长这是一个悖论啊 好录取的 他往往就业不行 因为读硕士本来就是一个奢侈的行为 大部分美国人是不读硕士的 这是为什么 国际学生主导了美国很多热门学校的这个 硕士市场 研究生市场 你如果去宾大看 那个叫第二外语那个硕士 第二外语那个硕士 就TISO 你会发现毕业名册里边 99%或者95%是中国人 他的名字就是中国人 各大的那个SPS里边也是中国人 不是说不好啊 就是说同志化比较严重 同志化比较严重 而且同时比较好录取嘛 好录取 你看啊 根据这个美国一个知名的 这个做金融方面的网站啊 巴洛 这个叫巴洛克吗 这个叫什么这个单词 我大家看中文啊 反正就是纽约 纽约州里有一所啊 是号称排名第一的 叫巴洛克 这个是金工非常有名的 号称穷人的哈佛 很多读不起 广卫私教的会在本地读啊 就业数据不错 金工他排第一啊 普林顺顿第二 但你觉得普林顺顿好录 还是他好录 对吧 普林顺顿没有水硕 哥大有水硕 普林顺顿没有水硕 所以这个家长呢 你这个问题就不对 你想留美国好就业啊 你要不就去比较有名的项目 因为他高选麻性 这个学生表现不错 因为你知道 美国人知道 美国要就业 美国虽然不要绿卡 他也需要就业 但如果你说 我学成绩一般 或者我这人工作 已经多少年了 我成绩一般 那你就要用你的经验 去对冲 你这个成绩不足 你就选一个离金融工程就业岗位 最最近的 去纽约 去纽约找个硕士去年 你读那个川普 那个母校都可以 他本科的叫什么来着 反正本科那个 在市里那个学校 我忘了个私校 现在排名不七八十了 好 接着给大家看 这个我回答一下油管的问题 油管家长 这个问题不多 说我问一下 就说 一定上AP西语 没说一定 谁说的 AP西班牙语谁说一定要上 没有哪个课是一定要上 你上的话一定是你 你本身比较喜欢 你能拿高分 或者是你 拿不了高分 但是你野心挺大 你想冲高 这也是可以 没有说必须要上 AP西语压根本 没有说必须的 OK 请问大陆身份 谁UCLA有托福 不提交ICT有系吗 这个一定要给大家 clear一下 加州大学 你没地儿交啊 谁说加州大学要交ICT的 他取交三四年了 你没地儿交的 他没地儿让你交ICT 加州大学九所分校 UCLA UC伯克利 圣地亚哥 尔湾 戴维斯 圣地亚哥 尔湾 Santa Cruz 这一圈啊 人家没地儿交啊 你深加州没有交ICT 这完全不需要 不是有信 你没地儿交啊 再强调几遍啊 加州大学不要ICT 你没地儿提交 谁跟你说要交的 这家长 你要是有中介的话 你得去销那个中介去啊 OK 好嘞 好 怪不得 20个客户啊 对 那说明回头课读 大家想心理咨询 这个生意多么稳健 一旦 就像吃那个叫高血压的药一样 大家没有发现心理咨询 就是你一旦 你一旦用上了 你就停不下 对吧 这个 这个是好的一个行业 我觉得比较持续稳定的 不是短平快 我觉得挺好的 当然这个 我觉得心理咨询 也是非常伟大的事 因为很多人现在的问题呢 不是身体健康 是心理健康 很重要 一样会让一个人 非常的分裂 对吧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 邱燕这个家长说 说不老实话 我家孩子已经申请完 哈佛接受了面试 很幸运 面试官特别友好 还建议孩子从科研教授 那里要一个推荐信 这么明显的暗示 说明这孩子很优秀啊 他帮助与他面试报告 已提交了招生官 还给了孩子强烈推荐 目前与孩子保持有些演习 我觉得哈佛的招生官呢 所有的学校招生官 如果他有这么强烈的 打分的一员啊 这么喜欢这个孩子呢 是有加持的 一定有加持的 一般招生官 聊完之后 给你打一个分 写一个评述就给了 但是他这个孩子 他这么喜欢这个孩子 还是在沟通啊 就这么非常认可 说明你家孩子非常优秀 确实家长 恭喜恭喜 这孩子真的是非常不错 一般招生官的话 也是个义工嘛 他们也没必要做那么多 但是说明就很喜欢你们孩子 非常喜欢 这个已经做了 非常额外的这种工作了 而且他帮您去 去提醒孩子 说要他再要一个推荐信 然后呢 再通知招生官 就说明他看到了 这个可能是孩子 申请的时候一个短板 或者不能说短板 不够完美的地方 我觉得孩子优秀是基本啊 然后这个招生官 喜欢你家孩子 就是你家孩子优秀 这个不错不错 你家孩子真不错 OK 很少啊 这种孩子非常少 大家理解啊 少数 非常少 OK 咱们今天不是讲普娃吗 怎么来了个哈佛家长 这不行啊 OK 海外的家长 Lucy啊 说ACD34 哎 这个我回答过了 回答过了 YL这个家长 对家长你们搭海外 如果你们买不了粉色牌 你们搭海外就可以了 11年级暑假 有价值的下校经历 对大学申请来说 含金量有多大 相比文书 它不一样 它不在一篮里边 YL这个家长 问了非常好的问题啊 就说哎 下校 或者暑假 你的活动 实习也好 和文书比哪个重要 他俩不是一类 和他俩不是一类 给你举个例子啊 一道菜色香味俱全 你说你缺色还是缺香 对吧 其实一样的 你申请的时候 这个家长问说 课外活动和文书 那意思就是说 我不搞文 我不搞坏活动 我专门的文书 没有用 你缺一道 就你这菜里边没有味道 或者是有味道 长得不好看 色香味俱全 哈佛大学公布的也好 耶鲁大学公布的也好 我们有文章 哈佛大学的评估 我们也有专门 有篇文章 推荐信 成绩 但是哈佛有一项特别贱 是那个叫运动员 就运动员的这个 就是运动天赋 这是他的一个侧门 因为哈佛会招一堆 无奇八糟的这个体育项目 划船啊 就那个rolling啊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 lacrosse 还有那个field hockey 这种 或者包括那个叫什么 b球叫什么来着 就这种 就专门给他们的 就比较懂行的 白人家长准备的 白人圆体育嘛 还有基建这些东西 所以呢 每个学校不一样 但大同小域 推荐信成绩 ICT 它一定是有的 课外活动一定是单独一项 课外活动一定单独一项 大家想想啊 你申请任何一个大学 私校 公校 私校的意思是私校啊 它有十个地方 你填活动 五个奖项 十个活动 你说它和文书 哪个重要 文书是单独的 文书是你填完活动 之后再去写的 所以这两个 完全是在两个category里边 就像你做一道菜一样 只有颜色 没有味道 色香味 都得要有 这俩不在一块 你都得有 都得有 OK 我给大家接着看一下啊 不过感谢这个家长的问题啊 你这个问题的话 是我从来没想过的 看来有些家长 它是有这种误解的 那我正好给大家clear 大家记着啊 美国大家申请呢 它像一个 我觉得像五个杯子 你水越满 五个杯子 五个杯子 就五个杯子 你看 一个每个杯子啊 你水越满 你的这个录取率越高 就你的水的总量 但是每个杯子的承载量 是有限的 就是五个杯子 那如果你说 哎 那我 我一个杯特别满 我另外一个杯子 不用行不行 你一定会输 因为别人比你多一个杯子 人家一辈都比你多 所以这个家长问题 我觉得特别好 我从来没想过 家长会这么认为 哎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大家想想 我每年都讲啊 我们待了这么多年 我经常会讲一些 就我 我误以为你们都知道 其实不是的 很多家长他完全不知道 孩子不成大学 谁关注你 对吧 还不是看这搞笑视频呢 所以感谢这家长的问题啊 你这问题特别好 帮我重新理解了 家长的一些误区啊 就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家长 OK 这家长 欧马问了个问题啊 说请问ED啊 ED呢 很多家长不知道 叫early decision 就是早身 保定性的早身 我想想啊 你应该说哪个没有 腾校里边呢 它是两种 ED呢 有一种保定性的 一种不保定性的 它不叫ED 叫REA 或者叫SCEA 这个就说起来太复杂 这单独是一场 但是呢 私校几乎都有一地 或者类似一地的这种政策 公校很少有 公校有的有谁啊 弗吉尼亚有 他刚刚有的 然后呢 就这两个人才有的 弗吉尼亚大学有 有这个ED 然后还另外一个都是 威廉玛丽学院 威廉玛丽学院是一个 听起来像私校 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 公校的一个非常神奇的学校 我们有个同志 那是学校毕业的 他像一个私校一样小 但他是个公校 他学费也不算贵 然后呢 他体量就很小 这个学校也有一地 绝大到时候 公校是没有一地的 只有一轮 加州大学就一轮 11月30号截止 所有的学校 就这个点 然后北卡有早深 就是公校有早深 不保定 有正常深 所以这个问题有点绕啊 这个还是看图比较仔细 大家可以看我油管频道 油管有专门讲 那个EDA的 专门有 好 琳达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 目前12年 对海外加上 你们买不了粉丝盘啊 你们一看就打两个字 海外我就知道了 我就不会让你们去 加粉丝盘了 国内的家长 特别是我发你的问题 你就在国内 你不买粉丝盘的话 我就不能打 我得往下跳 因为这是平台规则啊 就是我就 我就我就 我就跟着平台规则走啊 OK 呃 目前12年级的学生 今年夏天有必要做internship吗 或者其他什么活动 还是休息旅行一下 好问题 你要不加后面那句 我会建议的 你要加了这一句呢 我就不一个回答了 呃 我觉得这个孩子 如果他高中几年 已经很忙碌了 他每个假期都没有浪费 这假期好好玩 放空自己 已经录取大学了 对吧 咱们下面接下来 三月份到四月份 你会收大量的offer 让孩子放松一下 放松不是瞎玩 读万 就是读万家书 不如行万里书 行万路不如高人书 这高人就是你在 这种生活中的这种 偶遇中遇到的 所以我觉得 了解一个世界的办法 让孩子出去放松一下 去旅行 旅行是一个 呃 很好了解这个 呃 世界啊 和别人都不一样的一个点 我觉得旅行特别好啊 所以而且疫情 那让人憋坏了 我觉得这家长 你你最后一句 我觉得深来之笔啊 让我让我从那种 比较紧张的 这个实用主义 到了理想主义 我觉得很多孩子 读大学的时候呢 他这个状态不好 就觉得高中太紧绷了 卷了四年 太累了 然后呢 到了大学之后 就突然间没劲了 就burn out 工作也会有 这个人 他是有过劳的 而且坐得越久 抑郁症的概率越高 坐得越久 抑郁症的概率越高 所以大家知道白领 为什么 因为你坐的时候 你大脑告诉你要休息 你要休息 但是实际上你要工作 所以你狂喝咖啡 就是你大脑对你的身体 就排斥了 所以现在的这种白领工作 对人的身体健康 并不是那么好 所以要经常运动 活动一下 那这个家长说的问题 说如果大学录取了 我觉得这个孩子 如果他高中的三年 全是你们给他忙活 他做的活动也比较 混比较水 我觉得你可以 花一段时间旅行 让他去做个实习 因为我觉得 他马上读大学了 他如果对前途 一无所知 非常懵懂 这段经历会帮助他 在大学里边 有地方是 非常有 就有一定的想法和思考 因为到大学 你管不着他了 雷家远了 住宿去了 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他也可以像普林斯文 那个韩语男孩一样 就天天打游戏 以为普林斯文招牌 可以让他风生水起 你以为拿的成绩不错 不可以的 计算机是个 非常实用的行业 你做的项目 你的实习经理 你的科研 直接决定你的就业 有些大公司都裁员 普林斯文确实够硬啊 没有比他再硬的学历了 但是你学的是计算机啊 如果你说 我想做社学顾问 那你干啥都行 家长就认这一套 你只要是名校 他就喜欢 但是计算机是一个 看你具体的活 而且普林斯文也有混子 哪没有学诈 对吧 相比之下 出门晒晒啊 大陆身份是UCLA 重要性零 我刚才回答你了 这个大陆身份这个家长 加州大学九所分校 压根没有地方提交ICT 他早就取消了 他是疫情之后 第一个永久取消ICT的 他这样的话 可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就是按照他想 安排的这个族裔去分配 因为亚裔ICT特别高 所以大家这个 如果有人说ICT 你还要考一考申请UC 这个人不懂 这个人有可能是卖你ICT课 你都没地儿提交的 有啥用 没地儿提交的ICT 他倒就不要了 UC 好 上升入水 我们老听众说 老师孩子是每本 现在跟着教授 在需要做科研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拿卡有什么帮助 没有帮助 是这样 你在需要做科研 每本挺好的呀 这是一个将来 他不管是工作 还是要深 读博读研 他都有帮助 科研是教授最擅长的 也是所有的学生大学生 包括高中生都想去获得的一个机会 科研是一个学术研究 大量的时间投入 而且是高选拔性的 学习不好的肯定做不了 所以这个孩子拿绿卡有什么用的 我觉得就业吧 你面试的时候 你有科研经历也好 因为有些把位的话 他就需要你有科研经验 没有直接的帮助 但是间接的帮助非常大 芋头家长 好久没见了 这个这个我们全家都也吃的 就是芋头 对 说国内七年级的学生 是不是九年级 必须手考个托福出来 然后ACD ACD考时间点 安排点的 理论上是这样的 托福呢 是比较简单一点 大家都是比较简单 但是我们也接触过一些孩子 托福死活上不去 ACD呢 反倒不低 这个呢 我觉得一人而异 没必要 没有哪个时间点是必须的 我觉得九年级啊 国内的孩子 你根据他的情况 你可以模糊考着玩 看他在哪个程度 这样可以让你提前预判 孩子哪块比较薄弱 正常数据来讲 是先托福 托福比较简单 他词汇比较简单 但是他考试形式又不要 他是机考啊 听说读写 ACD单独不一样 ACD是美国的高考 他考的是你的逻辑和数学 词汇的能力 所以这两个考试 我觉得没必要说 先来后到 但如果这孩子发现 哎呦 模糊要托福成绩不差 ACD你可以考一个看看 你大概有个底 知道他哪块比较薄弱 但是还是那句话 国内也一样 你如果没有上过代数二 和谈短函数 没必要去提前考 没有意义 你的数学不够 你都没学完 但是所有的模考之前 让孩子一样熟悉提醒 很多人说我罗考 罗考一次考高的都是少数 所以加上没有必要去 和大家叫那个技 我们自己能考 就是根据自己孩子 为什么今天讲谱啊 大部分孩子需要大量的准备 大量的努力 才能够达到一个不错的凡数 这是大多数 这是大多数 大家知道二八法则对吧 在人类社会 只要是体量够大 几千上万人的 你一定能找出来 你在再高的北欧国家 他有矮的 你在中国 在富的地方 他有穷人 只要人群足够多 他就会 ACD是这样 ACD的价值 包括ACD 包括托福 就是形成一个中型曲线 把孩子分成这种成绩上的 1% 2% 10% 100% 他能知道排位 如果一个考试 大家都搞分 这考试没有任何价值 没有一个大学会认可的 因为他没法让他帮大学 做一个筛选的工作 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一点 考试先后 我觉得 你可以给你孩子数学成绩之后 做一个评估 考一考 知道哪块比较薄弱 OK 好 我最后再答 再选五个问题 这问题有点多 最后五个问题 我给大家稍微等一下 我给我选一些 没有提过问题的家长 抱歉 因为这个 有些家长提的比较多 我就尽量留给那些 没有回答的问题 家长 OK 对福特汉姆 川普那个本科福特汉姆 川普是从福特汉姆 读了两年 转到了宾大 转到了宾大 沃顿 他女儿好像也是转的 他大女儿好像也是 所以有钱就是好事 有钱就是好事 给大家看一看 哦 是这样 有家长问了一个博士的问题 我们不做博士 我们不做博士 海外硕士在读 博士不做不做 我们是这样 我们之前带过 CS的博士几年前 但是现在不在 因为我们精力有限 我们现在本科的量最多 所以我们想把精力 留到美本申请 然后呢 硕士我们会做一些 我们硕士会做一些 计算机 商科这些热门专业 博士不做 博士和美高 我们今年 我个人的决定 我都停了 都停了 是因为我们 我们去年 美本都不够用的 就美本老师 都已经占满了 因为本来这个老师 可以多带几个学生 但是因为他接了美高 接了博士 他就很占精力 所以美本是刚需 所以博士的家长的话 欢迎你来直播间 但是你找那种 更专注做博士的机构 我觉得他们更专业 他们更专注 找他们就可以 OK OK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AP成绩没高 对 这个我答了 这个AP 你不高就不用交 你交高的就行 你交高的就可以 他没有比你一定要交 好 咱们这个 最后五个问题里边 第一个啊 美宝在欧洲上中学 是否回美国上美高 更有优势 美宝在欧洲 你为什么不回美国呢 欧洲 英语国家没问题 我觉得英语国家是可以的 如果在英语去国家 你会 我觉得没有优势啊 你要看你回来上的是 功利美高 还是功利私高 不是 是功利美高 还是私利美高 是什么程度的 就是美高太多了 几万所 你是十分学区 华人卷死 还是九分学区 一帮一帮白人 这不一样的 就是美国功利高中 差特别多 你主要硅谷啊 十分高中 你给我选十个 我能给你找出 这里边的牌位来 因为他都是十分 十分标准 这个不难达到 但是有一些学校 华人比较多 或者亚裔比 印度人比较多啊 他九分八分 他的录取率 大学都名校录取率 都比那个十分的高 他评判标准不一样 所以这个家长 你说 我不知道你欧洲 什么州 什么国家啊 我也不知道 你将来上属美高 这家你还得还小啊 你可以加小青老师 回头进群里边 慢慢了解 观望一下 你大概就知道 美高的这个特点 然后呢 之后孩子要真的要来 要打算来美国了 你再约我们的同事咨询 我们也专门 这方面咨询的 这种比较特殊需求的 我们都有 OK 大家看 咱们看第二个问题啊 好 这个好 Lora问这个问题 海外说 这个ICT更接近AP 还是IB 没有关系 我觉得没有关系啊 这俩是 这俩课程的强度呢 虽然都说AB难 但是如果你是AP上的英文 APLAN和APLITER 你上过了 或者APUS 你能上下来 成天不错 然后你AB 你high level上的是英文 文科 你也没问题 就这两个系统 你只要哪个 你只要能上高阶课 你的数学和英文能力好 ICT你都考不低 就它有相关性 我不觉得哪个更近 它都一样 它都是平常这孩子的 写作能力 阅读能力啊 这个阅读理解和词汇 都差不多 没有本身的学研究理 AP说的是简单 是上课简单 你考AP5也不容易 对吧 AB也是 你运过分 你考多少 所以我觉得 没有直接的关系 有间接的关系 它有相关性 它有非常强烈的相关性 就是AP 如果一个小孩 我一看 他上过AP Language Art 甚至上过AP Literature 然后AP Push也在上 这种小孩 一看ICT 英文部分 720起目 700起目 绝对是 很高 那如果这个孩子 你看数学特别高 英文全上水课 600 650 撑死 强度有直接关系 有考验综合能力 好 我们第三个问题 选第三个问题 好 这下有时间回答 之前那些没有达到的问题 刚才这个哈佛面试的家长 家长你来错 我们是普娃专长 你应该下场来了 开玩笑 开玩笑 这家长说 接着问一下 需要找地区招生官 写求爱信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我觉得这个 你可以面试那个招生官 那个那个校友 给你这么大的助力足够了 多此一举 地区招生官的话 你发的话就怎么发 你觉得你自己争取的话 还是别人帮你说好 对吧 那个人帮你的已经很大力度 我觉得化石天祖 化石天祖没必要 那个人已经帮到你 帮到极限了 OK 我觉得他的帮助 已经是最大力度了 OK 好 我们我们第四个问题啊 嗯 我往之前找一个问题啊 回答等一下 之前 油管怎么突然卡了 行吗 好 大家看 这个家长问了个问题啊 也是很多刚刚开始了解 这个升学规划 CS来讲 他的这个周边专业呢 CS他有的学校叫 Compute Science 有两种 就是在文理学院的 叫计算机科学 有的叫CES Compute Engineering Science 有的学校叫EECS 就说白了 他计算机里边有分类啊 一个是呃 是纯那种 就是呃 软件方面的啊 计算机原理 那有的呢 就是说他和电子工程 呃 两个结合的专业 那这种专业 结合专业往往是最热门的 以那个UC伯克利 呃 还有那个叫 Georgia Tech也有 呃 在UC圣地亚哥 他有这种专业 所以这种专业 本身两个专业合一块 就很难学啊 但是呢 而且他是他好处什么呢 你就业比较宽 软件专件都可以 那再往往扩呢 有什么专业呢 有信息系统专业 Information System 还有Data Science Data Science呢 是统计学和计算机的 一个结合 那再往往扩呢 有一个商科和计算机 有一点刮边的 叫 就商务分析 商业分析 叫BA Business Analytics 这也有 还有的学校叫 Analytics 是数据 我觉得是这样啊 你不是说计算机 不想伸不到 我就伸周边 你要看 如果计算机 孩子真的是很喜欢 偏软件的 你就伸计算机相关专业 那 那你可以降低学校的语气 还是那句话 专业对孩子 未来的发展影响 远超过大学本身 大家不信 可以看我们的文章 我们最新的文章 大家可以进 去找家小路 去去要 小星老师 所以这个我就说这么多 我觉得确定专业啊 你不要说 因为这个男级 你就不伸 如果孩子特别适合 我觉得要伸 一定要伸 你要真适合 一看就在方面人才 你就要伸 OK 好 最后一个问题啊 咱们选最后一个 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 内心啊 最后一个问题啊 哎呦 这个家长问了个 特别典型的问题啊 咱们今天这个结尾啊 这家长问的问题说 请问SAT这个 1530在考吗 这个点你问 你一定是11年级 我觉得1530呢 如果你的目标 没有那么野心大 你可以不考 但你现在11年级 这还都不知道考了几次 但凡不是考了五六次啊 他只是考两次 你可以再考 因为如果你的目的目标 是美国最好的那些大学 而且又是理工科专业 我觉得你考1550 1560 甚至更高 是有价值的 但是没必要满分 没必要满分 1550 1556呢 已经很难了 再往上 我觉得上升空间就很大 就你投入时间和产出 不知道 然后还是那句话 大家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今天虽然我讲 普ICT的这种申请的帮助 大家把大家申请当成 一个游戏 你的你的成绩 课外活动 推荐信 标画 文书 文书课外活动啊 它是一体的啊 它算五杯水 杯的都是一样大的 每个人都一样大 你的水平越高 你的水越满 它算你的是那总水的量 所以有的家长 你的水已经快满了 ICT你非要花大量的时间 去刷那个满分 你最后加的一点点的水 你不如把精力放在 课外活动这一篮 或者是推荐信 或者文书 你这样的话 你总水量是增加的 你录取的概率更高 因为大学考察的是 你总的这个蓄水量 所以说到这儿 咱们周五见 周五就是这个讲座 周五的讲座 油管压上 咱们这个周五的话 这个时间见 周五的讲座内容呢 是应急方案 2024年暑假安排 2024年 主要针对十年级 十一年级 到现在还不知道 暑假干嘛的 给大家一些思路 大家可以去预约 2024暑假方案 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这边就下播了 周五之前 我在做一些准备 给大家努力呈现 更有价值的这种分享 感谢大家的 长时间的陪伴 大家起来活动活动 身体啊 久坐伤身啊 多活动多活动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好 一会儿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하나 请不吝ische 我吝点 你 买